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种热量 另外一种是给人是light 有一种光芒 那么热量是激发人们的同情 让新的感染力能够爆发出来 另外就是说光芒是给人启蒙 让人们学到知识 那么真正的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可以说当我读完这本书 我就感觉到这本书既有hit也有light 所以今天很高兴 我们请到子评女士来跟我们讨论这本书 那么先我们这样把子评女士介绍给大家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她 也第一次读她的作品 虽然我也是非常的想知道了 who is she 所以我们就讲了 在这个书里边子评女士讲到 她是从北大毕业 那么是北大物理专业的 然后在美国现在是做金融分析的 所以我们现在开场了 我们就这样把子评女士引接给大家 然后我们来听听子评女士 自己做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主题的讨论 好不好 子评女士 请给我们大家朋友问个好 对 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节目 首先让我谢谢夏明教授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高质量的节目 另外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跟这个节目的观众 就是这些夏明教授所熟悉的这些朋友 有一个机会交流 感到非常荣幸 而且非常感谢那个夏明教授 对我的书感兴趣 并愿意把这个书介绍给大家 我来介绍一下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这些文章我写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并没有 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出什么书 这个是这三四年吧 四年左右的写的这些文章 当时呢也是就是偶尔有感而发 写了一些文章 基本发在微信公众号上 然后发到一定程度呢 有些朋友就是跟我建议说 既然有这么多文章呢 他为什么不出版一本书这样 就是因为这些文章基本上也是 围绕一个主题吧 就是关于美国政治 所以呢我们就是跟朋友一起 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 然后非常感谢我的一些朋友 荣美教授 荣美先生和其他一些朋友呢 对我的帮助吧 我们就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 然后出成这么一本书 就像刚才说的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呢 主要是因为有感而发 我不是学社会科学的 在很多年我对政治 尤其是美国政治呢 也兴趣很少 所知也很少 因为是最近这几年 是因为个人生活的一些变化吧 也是因为美国政治呢 现在越来越深入很多 就像我们这种 第一代移民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慢慢开始感兴趣 然后读了一些书 读了一些文章 接下来是作为 一方面是作为我自己本身的 一种体会和思考 另一方面呢 想借助这些文章 跟大家交流 这也就是我本身的目的 所以今天呢 有机会能跟大家聊一聊 感到非常荣幸 因为就像我这本书里写的 我们写东西 实际上不管自愿不愿承认吧 实际上有一个 在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这么一个想法 都是愿意和大家交流的 我们是 所以把它写下来 就是 所以呢 跟朋友们交流 讨论一些自己的看法 这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 非常愉快的事情 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对 所以我给朋友们也都说 这是一个很难的的机会 因为我一直希望了 有更多的女性的作家 女性的学者和专家 上那个屏幕了 给大家了一起探讨 但是那个确实很困难 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讨论那个川普 或者川普主义 或者中美的各种 有争论的话题 尤其是像你呢 是 不是学政治出身的 然后要进入的一个 非常政治化的 敏感的话题 所以我可以理解 这里边面对的各种的 就是困难和挑战 尤其在过去的一两年呢 在那个川普主义呢 有一点那个上升到 一种麦卡锡主义 那么对不认同他的人 对新移民 尤其对从共产党国家来的人 那么这种 那个恶意的这种 那个怀疑 或者诽谤 或者上升到一种 共产主义的 这种共产党员 间谍的这种高度等等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是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里边呢 我呢就是 想既然 紫平女士 没有那个 介绍她自己了 那我也就让她 那个就是 过去了 因为巴尔扎克 说过一句话 一个艺术家呢 那么他是 要那个就是 显示的是艺术 那么要掩盖的是 艺术家本人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直接进入到 这个主题了 就是 紫平女士这本书 那么讲了些什么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 先那个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本书啊 这本书就像 紫平女士讲的 它在过去 应该是 那个三年来的时间 那么 那个就是 在不同的时间 写下的 这么一个就是 著作 那么这本书呢 有两百多页 一共有十三万 到十四万字 那么这本书呢 根据我的理解了 主要的讲的几个主题 那么一个呢 当然就像 紫平女士讲的 她作为一个 第一代移民 来到美国 本身呢 就说 即使我是学政治的 我对美国政治呢 也没有像今天呢 这么关心 因为我更多的是 研究比较政治 外国政治 那么紫平女士呢 是学就是理工科的 那么虽然对政治 当然呢 也不会 尤其对美国政治 也不会一下就切入进去 但是当下呢 美国的这个发展 尤其是美国的发展 对我们每一个 新一代的移民来说呢 这个国家的前途呢 都影响到了 我们自己的 那个生活的质量 甚至我们自己的 生存状态 甚至我们自己 在这个国家 能不能找到 我们的位置 那么所以这种 就是非常紧迫的 这种那个感觉呢 那么我想 在我们大家呢 都在关心美国政治 那么所以这本书呢 其中很重要的 一个主题 那么就是 作为一个美籍华人 作为一个就是 在中美两国呢 那么都生活过 那么都观察过 都工作过 学习过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在对两个国家呢 其实有某一种 有形无形的一种比较 也就是说 到底美国这个国家 我们来到这个国家 到底这个国家怎么样了 到底我们怎么样 能够使这国家 变得更好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主题 那么第二个主题 当然能够就是 激发起 子皮女士 就说真的 坐不住了 一定要写出来 那么这种文事的爆发呢 当然是跟川普的上台 在这本书里边 也写到 就是2016年了 那么10月 那个就是 第一个星期二的 那么这么一个就是夜晚了 那么川普 获得了选举胜利 那么我可以 那个也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这里边 子皮女士的感觉 那么在我的家里边 也同样的这种感觉 那么我记得 在半夜 那个三点钟了 当那个就是 我接到自己的女儿的电话 女儿在大学里读书的话了 那么她就那个哭着跟我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等等 那么虽然 当然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 非常就是预想不到的 那么但是呢 就说子皮女士 在这本书里边呢 那个不仅那个 探讨了川普这个人 而且探讨了川普现象 更重要的是 那个探讨了川普 那个存在的 这个社会的 那个基本的条件 也就是前川普的 这个病症 就是美国呢 他那个不仅今天 我们看到 这是也是我们待会要讲 的三大那个疫情的 这个病毒的 那个困扰 一个是新冠的疫情 让美国进行到一个 非常黑暗的 这个冬天 那么再一个就是 川普主义 这个政治病毒 让美国付出了 高昂的代价 那么最根本的就在于 我们也知道 这次美国人做出 努力了 让川普了 已经失去了 总统宝座 那么所以川普了 他的政治生命呢 可以说了 我自己可以 会有很大的自信说 他的政治生命 已经终结了 那么但是呢 就说有这么 那个就是40%的 美国人 那么会成为 铁杆的这个川粉 即使就像子皮 女士在书里面 也写到 即使她说 她在那个吹嘘 她在第五大道 开枪杀人 她还是不会失去 她的那个支持者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底为什么 美国会出现 这么 现在有7000多万的人 那个投她的票 而且有40% 所谓铁杆粉丝 不管她是杀人 还是就是侮辱妇女 还是侮辱英雄的母亲 还是跟外国政府勾结 要去构陷她的政治对手等等 那么所以呢 我们会那个 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也会讨论这个问题 到底美国出了什么 那个就是问题 到底美国害了什么病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一个就是 社会状况 能够成就一个川普 当然在我们讨论 美国病的时候呢 子评女士的书里边 有两大的那个主题了 我觉得值得我们来探讨 第一个就是 美国是不是有种族主义 或者美国是不是有 结构性的种族主义 那么种族主义 在多大的程度上 已经成为伤害美国 美国社会 甚至呢 可能呢 就说这子评女士 没有用这个词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想想 因为那个以前 我们知道 那个密尔达尔 他写过一本 那个专门关于 美国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书了 那么他就提出 美国种族主义了 可能是美国的一个癌症了 那么虽然我们可以想想 是不是种族主义 现在成为 清晰美国社会的癌症 那么这本书里边呢 也讨论了很多 关于种族主义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子评女士讲到 他不是学政治的 但是在这里边呢 那么触及到了 很多政治经济学的话题 那么因为我呢 也正好是 做政治经济学的 所以当时读的这些 尤其是读到金权政治 读到美国的 整个资本主义 它的运作了 那么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运作 对美国的社会的公平 美国穷人和富人 豪勾的不断的增大 和美国权力 最后呢 逐渐被华尔街 所就是那个攫取了 或者我们看到 华尔街跟华盛顿呢 建立了这个权力的走廊了 那么这里边呢 美国的那个金权政治了 尤其是子评女士 作为一个金融分析师了 那么她看到的 很多的那个数据了 在过去的 尤其是半个世纪啊 尤其是80年代以来呢 美国的这些政治经济发展 那么展示出这个国家 她的金权政治 在伤害美国的民主社会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也会就是讨论 当然最后一个 因为子评女士 她是作为科学出身的 所以对科学的精神 对科学的这个怀疑精神呢 那么有特别的讨论 那么在她的那个书的 最后的那个就是结语 那么她用了 她的一个讨论北大精神 那我也可以看到 子评女士 对她的北大的经历呢 是非常那个就是自豪的 那么也非常希望了 北大精神呢 作为一种质疑的精神呢 那么能够就是 那个保存下去 或者能够发扬光大 所以最后我们想 那个就她的这本书呢 尤其是在序言里面 讨论的这种 敢于批判的 敢于质疑的 敢于挑战自己的 这种质疑精神呢 或者这种 无论从社会科学来说 还从自然科学来说 还从我们人生来说 那么我们都需要的 有一种这种 思考的这种方式和精神呢 那么所以我们呢 也会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所以今天呢 就是我们 那个谈论的 大概的内容 那么这大概内容呢 也是配合 子皮女士的 这个书的主要内容 来展开 所以我不知道 子皮女士 我对你的书的 大概的内容 这样一个介绍 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漏 你有什么补充 没有 我觉得 我非常喜欢你的介绍 说实在让我自己介绍呢 我也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介绍这么好 当然 我这个不是 是完全真心的这么感觉 因为自己写的嘛 说实在的 有时候自己 就像我们说的 有时候你入戏太深了 反而就是看不到 不是从 没有办法像一个 像你这样 从读者的角度来 就是提纲签领 这么总结一下 我觉得非常好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 那个展开我们这个讨论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 因为你作为一个 双重身份的 作为一个就是 美籍华人 因为我一直感觉 在美国 应该来说 作为一个女性 从中国来到这个国家 应该可以感觉到 从一个男权 那个社会的一个体系了 家长之体系了 基本上 我知道我们这代成长的人的话 因为我作为一个男性 在家里边 我能够感觉到 基本上是女孩子了 是要尊重自己的父亲的 那么尊重自己的丈夫的 甚至要就是 姐妹了 也要一个更多的是 要尊重自己的那个兄弟的 那么所以了 就是我认为 女性来到美国了 其实一踏上这个国家了 可能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可能比我们 这位男性的 还有更强烈的一种 被解放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 那你作为一个就是 具有这样的多重身份 那么在美国 现在生活的时间 根据我的解读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现在 至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 跟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基本上已经是 对等了大概 对 大概相近吧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 这是两个国家了 对你来说 都是最亲密的国家 所以了我们一颗心了 怎么样来看这两个国家 所以了我就在 那个思考这个问题 就说 这里边 我们到底有没有爱国主义 爱哪一个国 是不是爱 那个中国 中国这个国家 值不值得我们爱 为什么我们还会爱中国 那么它作为我们的祖国 那么同样的 那么美国 这是我们选择的国家 我们定居的国家 为什么我们 那个在这个国家选择 那么现在这个国家 值不值得我们爱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 我们后不后悔 所以就说 我就想 那个问你 这么一个问题 就在于 我觉得就像考验一个 所罗门和他的智慧一样的 对所罗门来说 他要把一个孩子 那个分成两半 那么要给就是 一个真正的母亲 和一个那个 网称 那个母亲的这么一个 妇女 那么同样的 那么我们的一颗心呢 在目前面临的 中美文化冲突的情况下 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 在对这两个国家 一个我们的祖国 一个我们的定居国 那么怎么样能够 非常智慧的 来能够 认识这两个国家 和我们真正的 能够把我们的这种爱乐 来奉献给这两个国家 所以我想 那个听听 你的一个感觉 和你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说到这个话题呢 我先就是 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 我的两个孩子 都是在美国生的 然后他们上小学的时候呢 他们每当 每当他们提到 那个美国的时候呢 他总说我们的国家 他一张口就是 Our country 在他们上小学的时候 其实我来美国 已经好多年了 但是我就听这话 好像就是 somehow觉得 就是有一点觉得 有种异样的感觉啊 总觉得不是很自然 因为对于我来说 一直到我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的国家就是中国 我每次那个 回中国的时候 去看我的父母呢 我喜欢用个词回家 说我回家了 然后这么说 但是现在 我不知道从什么开始起呢 我会 我说到美国 我会跟别人说 说Our country 说我们 说us 就是 这个 我有时候甚至那个 并不完全是因为 我觉得美国更好 我有时候 比如说在 跟别的人 比如说在推特上 说的时候 我会说 我对 比如说被美国 这个新冠疫情 我说感到很失望 我说 I 我对 sometimes I feel ashamed for our country 这里 our country 当然是值美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自然的过程 待的时间久了嘛 这就是 你的土地 你的家 它好不好 你就自然而然感到 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 用爱国主义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 在很长时间被滥用了 我不喜欢这很多东西 加上主义 然后说爱国 这个爱是一个人 很自然而然的感情 就是很 有时候在不知不觉中的 所以我 第一我 非常不喜欢 是用爱国主义 第二说 如果爱你的国家呢 这个 怎么说呢 这是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在 自然而然的 在自己不知不觉中 发生的 所以在美国 生活了这么多年嘛 不管我们怎么想 我们认为自己是 中国更好 还是美国更好 不管是怎么说呢 我们觉得对这个国家 都是有感情的 尤其 比如说我们 如果有孩子在这 你的孩子 他不会认为 他有另外一个祖国 他会很自然的认为 美国是他唯一的国家 所以 怎么说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相信多数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不管 他愿意 不愿意说 美国是我的祖国 他都希望美国好 这个 回到我刚才那本书也是 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 看到美国这些问题呢 作为我们在这 在美国生活 这么长时间 把美国作为 我们生活一部分的人 实际上心里感到很伤心 很难受的 看到 就是 美国 或者说 也可以说我们自己的国家 变成这样 这也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然后另外再说到 比如说是中国 中国其实 我们不管怎么说吧 在很多人在 不管你是不是为我们 这个中国骄傲 不管你现在说不说 说我爱中国 我觉得这份感情 是不可能消失掉的 这是 就是在你 已经跟你的成长环境 跟你你的思想 你的习惯很多时 包括你吃什么饭 你这些饮食习惯 这是不可能取掉的 所以 我觉得 对于我们第一代移民来说吧 这两个国家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不管是不是认同 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和其他很多东西 或者 有的人说呢 但是我对于 非常不喜欢中国文化 它有很多的缺陷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 不管你是怎么样 就是认为中国是 你既是喜欢不喜欢它的文化 你中国的很多东西 你是不是觉得它 喜欢它 实际上呢 你更不可能把这个国家 整个从你的生命 从你的思想意识中去掉 所以作为第一代移民 一个最大的愿望 就是我们希望 这两国家都好 我这里所说的好 不仅仅是我这里 像川普经常说的 美国伟大 或者中国伟大 伟大并不重要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 我们两国和平 世界和平 两国进步 然后人民能够过上一个健康 人民能够过上一个和平 自由 就是进步的生活 这是 我想这是我们所有 绝大部分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的愿望 是对 因为当然我们说 那个patriotism 把它翻成爱国主义了 因为当一个国家主义立场 把这个就是过度渲染了 当然我也是 就是因为我一直认同 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 尤其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因为既然马克思 可以讲工人阶级无祖国 那我更认为 就是知识分子无祖国 那么所以就说 这点我跟你呢 还是有一点 那个就是相通的认识 尤其是作为一个 你如果认识 世界认识越来越多以后 你会发现 真的是于无处安心 那么四海为家 也是一种潇洒 另外呢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 有两点 我想给你两个 就是交流一下 我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们的孩子 我也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的孩子 也是在美国出生的 而且我是鼓励我的孩子 是离中国了 是越远越好 就是说不要吃跟中国 有任何关的这口饭 对 所以就说 我的女儿学了很多的外语了 无论是德语 或者是西班牙语 或者是阿拉伯语了 等等了 那么都是基本上呢 就是说让他能够 这一辈子 就是说不必了 就是说一定要 要做事情的 一定要跟中国了 有任何关系了 对 那么但是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 不管我们想离中国 离的债源 但是这个环境 基本上是期盼我们 就是说你就是 解读中国的权威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中国的脸孔 或者有一个 中国的这个名字 那么就是说 基本上遇到了任何的 有关中国的问题的话 不管你是不是中国通 像我的话呢 在这边呢 还是研究中国政治的 还是以中国通来 那个定位的 但是就说 许多没有 那个跟中国研究 有任何关系的 恐怕我们的社区 或者我们的朋友 也都会问你说 哎你怎么看 哎中国这个事情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想了 当我们离开中国 越远的时候 可能我们越被 我们作为的环境呢 定位于一个 我们是认识中国的权威 所以我们就担负着 要解读中国 要为中国呢 那么那个 做一个就是文化使者的 或者中国文化 中国的行为呢 这么一个角色呢 就我们一定呢 就说是被 其他的人 或者我们的朋友圈 或者我们的环境呢 最后 强加给我们的 那么所以这点 恐怕我们是 那个逃脱不了 另外一个呢 我还那个 想那个 说一下 就在于 在美国呢 就是那个成长 这些孩子了啊 那么 当他们跟我们 那个就是 在发生这个互动的时候 当然有双方的影响 他们在最小的时候 可能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会非常的淡薄 这个国家和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因为他毕竟是生活在 我们的那个 这个家庭里边 而我们的家庭里边 有很多的中国的文化的 这个元素 我们也会把很多 中国的东西 介绍给他们 包括就是像 我自己的家里的孩子 这些中国的 这些西游记啦 或者武侠的那些小说电影呢 或者各种的一些 那个歌曲啦 那么等等 那么都会介绍给他们 那所以我想 随着我们的那个子女 她的逐渐渐渐的长大 尤其是她越来越 到了就是 有自主意识的时候 她想寻她的根的时候 那么她那个觉得了 我应该知道我的文化 这个时候 她反而呢 会对我们的 来的这个国家 她会产生很多的兴趣 所以我就看到有好多 我们的第二代的这些子女了 其实很多就跑回中国留学 或者再去学语言 或者洗了很多东西 都是关于那个国家 但是同样的 在这两个互动的过程中呢 我们呢 对美国呢 也会越来越深的了解 那么因为了他们呢 我一再认为 他们呢 是我们的这个天根呢 那么这个天根 让我们呢 接触到美国生活 结果我们呢 就越来越进入到这个生活了 那么而这里边呢 我想给你分享一个就是 我看了一部 那个就是 电影呢 这是根据川端康城的 这个古都这个小说改编的 那么当然这个是古都的小说 我们知道 那么是一对 那个就是双胞胎了 那个是 那个一个女孩子被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送出去 那个收养了 在另外一个妇人家 那么成长起来 那么当就是说 作为一个收养的女儿 那么她呢 是对那个 她的那个就是 养母 养父了 是毕恭毕敬 是没有任何一点点 就是要去违逆 他们的任何期盼想法的 她就一切把自己的想法都给克制住 一切会使他们的养母 养父了 那个变得真正的 就是说喜欢她 但是后来到了第三代 当她的这个就是女儿 怎么样去反抗她自己的母亲的时候 然后这个爷爷呢 那么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很意思 就说 就是说你的妈妈 从来没有这样反叛不过我们 因为呢 她是我们收养的孩子 她总是呢 没把我们当成她的亲生父母 她说你现在呢 在反抗你的妈妈了 就是你真的 那个知道了 她是你的亲生的妈妈 所以你可以去反抗她 你可以去那个 就是给她生气 你可以跟她吵架 那么我想的话 同样的 就像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当你就是说 可以在美国生活 而且你可以说 美国不再伟大 那么我觉得这种 就是能够对这个国家 进行一种 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 一个批判 一种反省 或者一种通过批判 要使它变得更伟大的话了 那我就这个时候了 恐怕就更多的 就像我说的 川端康城的那个小说里边的 这个时候了 你真的不是在这里边 作为一个过客了 你真是把自己看成 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女儿了 那么这个国家呢 跟你的关系 其实更近了 我不知道我怎么理解 那个是不是 有一些道理 对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这种话非常好 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是这样的 对 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是像 像你说的 这个 川端康城的小说里边 是的 刚刚来嘛 就是说 很希望自己会变成 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就是 经常说 美国人遇到这种事 人家会怎么做 我们这里所说的 美国人就是那种 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说 他们会怎么做 好像我们应该同样的做 他们 说话是用一种 什么语气 什么方式 我们也想模仿他 我很长时间都有这种感觉 真正就是到了2016年以后 因为看的东西多了 然后也真正理解到 就是美国我们所说的 这种多元化 diversity是什么意思 这现在才感到呢 就是 我们在美国 其实并不需要一个主流文化 这是我这种感觉 美国如果说美国真正有什么主流的话 美国的文化就是 第一是多元化 第二是不断发展 不断演进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特征 我们如果是带着一种 从另外一国家来 有另外的文化 我们应该把它认为 是一种正面的东西 因为是我们给这个国家 带来新鲜的血液 这是我们 我们是美国的一部分 我们所带来的就是传统的 不能说传统的文化吧 就是这种 我们是多元化的一部分 这就是 这一节就是美国的主流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在比如说我们对美国的 一方面 对美国有着更深的认识 就是对美国一些 我们认为不对的地方 对他的批评 就是像一样说的 我们真正感到自己 是美国的一部分 是美国的文化的一部分 也是他价值观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敢于就正 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他认为 我们认为不对的地方批评 这就是我们像刚才所说的 真的感到自己 是美国一部分的表现 因为我在想了 就是其实 因为你待会儿 我们会讨论到 种族主义了 那么我的一个感觉是 就是种族主义了 对黑人的伤害了 当然要生得多 因为他们呢 很多在这出生 在这长大 而且就是说 你的书里面 有地方让我乐乐乐的地方 那么就是写到种族主义 那么包括写到爱荷华的 这个大学生 被那个杀害以后了 他的父母怎么样对待 就是墨西哥的 去非法移民的 那么虽然就说 我是感觉到了 我们作为华人呢 尤其是像你的背景 你也讲得很清楚 作为托福和就是 GRE 那么这么一个托派 那个就是这样出来的一代人 应该说在中国了 从来也就不是说是 被侮辱 被迫害的人 那么所以的话 我相信的话 我们都是有相同的 这种一个经历 尤其是你到北大 那么或者我到复旦 那么我相信的话呢 我们都会是有一种 天之交之的感觉 那么就像你在书里边 那你一写到北大 你认为是那个最 那个就是具有代表 中国科学精神的 那么同样的 那我也会认为 负担的是最代表 中国就是那个 那个西化的 这个人文精神的 对啊 那么 所以我们到这个国家 那么我们没有 这种文化的自卑 没有个人的这个自卑 没有就觉得 什么事情我们做不了 我们呢 必须的就是说 要做一个所谓的新移民 安分守己的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那个就是 给我的一个同事呢 在那个交流 那个看法的时候呢 那么我呢 一下那个比较信任他了 那我就讲到了 像我的一种感觉了 就是一种觉得 好像一种感觉到 有一种get stuck的 一种感觉了 那么他呢 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从中国来 你还想要什么呢 对 那么在他的一个 马上的问话中 就是当时我是副教授嘛 那么在他的那个 问话中就觉得 好像你已经做上 副教授了 您做或者做上 美国的大学教授了 那么或者就说 你那个想到还有 在他的那个想法中 就说 你一定是来自于 那个第三世界国家 可能你们在那 饭都吃不饱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现在有饭吃了 你能够做上大学教职了 或者已经提倡副教授了 那就你应该 非常自主 非常感恩戴的 非常满足了 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 可能也就是反映出 我们这代华人 尤其是 以高科技移民的 这代华人 我觉得我们的心灵 深处了 没有受到伤害 我们的心灵深处了 永远就没有接受 说我们是被侮辱 被迫害的 别人呢 可以对我们吆吼 那么我想这一点的话呢 可能是我们的内力了 能够在这个社会了 能够不断的就是成长 另外的话 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八十年代 那个汤因比 他写的历史研究 这本书里边 他就讲到 为什么 那个跨越海洋的 这个移民 会成就伟大的文化 无论是古希腊文化 还是安格勒萨克森文化 还是最后的美利坚文化 都是由跨海洋的 这个移民呢 带来了他们的冒险精神 带来了他们的 那个祖国的 各种优异的文化传统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让两种最好的 进行一种新的综合 然后这样再给 新的一个文化呢 那个带来最高峰 那所以我觉得 恐怕我们来这个国家了 可能我觉得 我们更多的 会做的事情 或者我们期盼的事情 可能是想做 他人比所看到的 伟大的文明的眼镜中 那个移民的作用 对 对 我是 就是刚才说到 这个种族 种族主义的问题 我想说一点 我就是近几年的感觉 因为我来到美国以后呢 实际上 生活的地方 多半是兰州 我刚来美国 我住的第一个城市 是匹兹堡 匹兹堡说不上什么蓝州 这次我们也看到 宾州这次是变蓝了 投了白的 但是在2016年 宾州是红州 所以宾州是个摇摆州 然后匹兹堡呢 匹兹堡呢 基本上因为它有一些 它是个城市嘛 就是稍微蓝一些 但是不像我现在住 我现在住在新泽西 不像新泽西 怎么蓝 在这种 所以在我生活的周围呢 我们是要没有看到 多少种族主义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 比较即使是像摇摆州啊 或者红州啊 还基本上是蓝区 看不到这些现象 所以说实在的 在川普上台以前 2016年呢 我感受不到这些 然后比如说在川普上台前后吧 当时很多 就是美国一些比较右派的人 认为这个种族主义 没有这回事情 认为是一种夸张的 多多少少也接受这些感觉 就是这些说法 比如说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最开始的是那个 Trevor Martin 他在佛罗里达 一个17岁的男孩子 黑人男孩子 回家的路上呢 被一个白人 这个人就是在这个社区 他所谓像一种 巡视的感觉 是让他并不是跟警察 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碰到他 就是两人无故的盘问他 然后就把这个男孩子杀了 当时我觉得 这件事情很不公正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 当时我就是觉得 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不认为什么种族主义 就是因为我周围 并没有看到什么这种 什么黑人被歧视的现象 这些事情 直到就是后来 看了一些书 因为对美国这些政治 慢慢感兴趣 看这些书 才深深感觉到呢 美国实际上是一个 从各个地方很不同的 看到这些红 美国这些红州 红区这些 种族主义 这些现象 这些故事 这些真实的故事 才真正感到 这个国家这些问题 所以 现在在说很多 比如现在 Black Lives Matter 这件事情 很多 比如说 我觉得这些都是 夸大其词 而且认为 这些事 甚至认为 他们是无理渠道 我的建议是呢 就是 应该真正的去 多读一些 关于真正的新闻 真正的报道 真正看看 美国其他地方 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尤其是比较穷的地方 看到他们这些黑人 是不是 真正面临到 这些不公正的待遇 然后再下结论 我觉得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老师 拿我们 微信上看的 这些报道 或者我们生活 很窄的 这些区域的事情 然后以偏概全 马上下结论 马上就是 把另外 跟不同种族的人 先是先入为主的 对他们下定论 这是一个 很不健康的思考方式 这是我希望 能跟大家分享 的一件事情 是 待会儿我们还会继续讨论 到底如何看种族主义 当然因为种族主义 不仅是涉及到 我们看到黑人 受到各种伤害 而且今天也是一种新鲜的记忆 另外呢 我觉得我们也会讨论一下 就是白人和白人穷人 他们的悲催的遭遇 为什么会出现 我们进到 讲到美国的精权政治 这些我觉得我们可以设计到这儿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讲的一个主要的 你的树里边呢 讲到一个美国 他今天为什么病了 到底患了什么病 那我记得一个非常清楚的 你讲了三大病症了 三个病 那么第一个你讲的 当然很清楚 今年一年我们看到 美国那个患了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病 而且现在已经死了27万多人 而且染疫了 也是上千万人 那么所以美国作为世界上 现在每日的死亡都是2700多 往3000再走 而每天的染疫的 现在是19万多 往20万再走 那么所以美国无论从 那个单日新增数 还是单日死亡数 还是总那个人口 那个染疫数呢 总死亡数呢 都是全世界夺冠的 那么所以这个 对一个伟大的国家来说呢 我觉得从各方面条件来说 都比其他国家要好 那么处于这么一个 就是悲惨的状况呢 我觉得是作为美国人来说 是美国之休 当然美国之休 这边有很多的原因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讲的另外一个病 那么就是川普主义 因为你的书里面 也讲的很清楚 就川普在这个 整个疫情工作中 是完全的失败 一种无能腐败 欺骗谎言 那么导致我们呢 今天呢走到 今天这么一个 被全世界了 一种不是过去是仰慕 那个佩服尊重 而很多的国家都说 我们现在对美国呢 是一种可怜 现在就说 不仅是说 爱尔兰人或者意大利人 觉得美国很可怜 那么现在我一个学生 那么是从斯里兰卡来的 他说现在他们斯里兰卡的 家乡的人都说 你赶快从美国回来吧 那么你们在美国好可怜 那虽然我觉得 这种川普那个主义的出现 让美国能够就是 堕落到了这么一个 被人可怜的地步 那我觉得我们确实可以 那个探讨一下这个根源 那么当然就是 川普主义之所以产生 他不是一个石头里面 蹦出来的 那么他是 那个 今年呢 你看到有七千多万人 投票给他的 那么他当选的时候 也有六千来万人投票给他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 如此的对一个 从我们东海安的 那个情况来说 因为你在新德西 你可以近距离观察他 因为他的第二那个就是 住房 他的高尔夫球场 就在Beddyminster 就在你新德西 而我们在纽约呢 也可以近距离观察他 那么所以呢就说 这么一个就是说 吹牛成性的 一个就是说 跨下海口 其实呢没有真正的落实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是商人家骗子的 为什么会出现 为什么美国的国家 过去我们在书里面读到 或者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 或者我们看到的 伟大的人物 那么从杰弗逊 或者华盛顿 到林肯 到罗斯福 为什么会 那个今天呢 会美国呢 会出现这么一个人呢 成为美国的总统 而这个总统 怎么样用这个宝座呢 来去干了很多 恶硕的事情 尤其是伤害美国的人民 现在骂人呢 从那个 他的那个成员 到美国的官僚机构 到美国的新闻界 到美国的科技界 到美国的大学 到美国的医生 到美国的护士 那么现在他全都骂完了 那么虽然这三个病症呢 确确实实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的 让人伤心的 虽然我们来 讨论一下 这三个病呢 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病 那么为什么会 那个产生呢 所以我们来看看 那个新冠病毒 那么新冠病毒呢 就是当然 首先在中国这边爆发 那么 你觉得 美国今天 新冠病毒的发展 到底你有什么观察 尤其是美国 为什么会 如此失败 就是防疫这方面 尤其你作为 有科学背景的 那个学者 对 医学和传染病 方面呢 我就是 知道的很少 我觉得 但是 从 我觉得 作为 美国今天 新冠病毒 落到这个地步呢 是有很大的 社会原因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 新冠病毒 在中国刚刚 开始的时候 当时我们觉得 非常恐怖 一天什么 死几百人 我们觉得 哎呦 好可怕 中国可能死 最多的时候 我不知道 是一天多少 就是 恐怕还不到 几百人 大概三百多人 现在一共总共 那四千多人 他 是 是 当时 当时我们觉得 非常可怕 然后 有的在 国内的朋友 就说 说你们 美国 会不会 这会不会有 哪天传到美国 我说 有可能传到 但是我说 在美国 我说是绝对 不可能 就是搞得 这么惨 然后他们说 为什么呢 我说 这个很显然 说第一 美国人口密度 少得多 这是肯定的 对吧 中国很多城市 你想 武汉 上海 北京 都是大家住在 那个公寓房里面 你看这个 病毒传起来 太容易了 我说 美国 虽然也有公寓 但是多数 地方 就是大家 都是每家每户 每家每户的 这个对 这个传染病 病毒传播 是对 是一个好得多的环境 就是 对于这个抗疫来说 第二 我说 不管怎么说吧 美国 还是比中国陷阱 无论从科学技术 从那个公共卫生 还有什么 其他各方面来说 我说美国 还是要陷阱的多 我说 我不担心美国 我说 最多最多吧 比如说 可能传到亚洲 其他国家呀 日本啊 台湾啊 香港啊 还有比如说 欧洲也是 其上比美国密度也大 我说美国 是世界上 最不可能 变成这个 这个 Pandemic 就这个 这个新冠疫情 爆发的地方 结果呢 请大家看看 像刚才 这个 你所说的这样 美国是 在世界上 现在是最惨的一个地方 这对于 很多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真是 极大极大的震惊 我们 三年 三年来 我们知道 这个川普这个人 是 有 做了很多很多 不像话的事情 但是 没想到美国 就是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 但是 再回来 我们再深究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呢 也让我们认识到 美国今天真正是什么样子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必要的一刻 所以 这个 当我说到这个书名 说美国不再伟大 说这些话的时候 这个 这个美国不再伟大 实际上是我这个 在16 就是川普刚刚上任的时候 我写的一篇文章 我说川普的上任 说明美国不再伟大 当时用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已经我觉得 就是跟一般人想象不太一样 这就是好像 有些人感到有点语出惊人的感觉 怎么就是这么一 认为美国不再伟大了 其实我这三年来呢 也是说 没有那么那么肯定 虽然美国不再伟大 没有肯定美国真正到了什么地步 这个 今天的新冠疫情 几乎给所有的美国人 敲了一个很大的警钟 告诉我们美国真正的地位 在什么地方 从 如果我们再过几十年再回来看 这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我认为呢 美国有一个 其实真正的弱点是 我们一直相信 很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很伟大 这就是所谓我们认为的 美国的是exceptionism 就是我们美国比 出于某种原因吧 比世界上别的国家 别的民族都强 这是真正让我们决心的 我们不比任何国家强 现在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新冠疫情 美国独特主义exceptionism 对美国独特主义 对 就是我觉得我们只有 美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不别的国家强 我们今天不伟大了 我们现在已经滑到很深的地 下滑很深了 只有我们意识到这一点 面对现实 才成是美国真正在重新回升 美国才能走上正轨 我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说我们为什么新冠病毒呢 落得这么惨 有很多很多原因 第一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个川普政府的无能 他这个整个政府被他做的 就是几乎到了瘫痪的地步 是这样的 第二呢 这个东西比川普更深的是 我们这个社会 美国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我们现在看包括他的文化 但是我觉得美国包括整个这个 我们多少年来崇尚的这种资本主义 我觉得有一种缺乏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过度崇尚 崇尚这个丛林化的资本主义 认为我们缺乏一种对社区 对国家 对自己的亲人朋友 这种辅助的精神 比如说这个新冠这件事情吧 实际上是我们美国人 要尽一些基本的责任 第一大家应该戴口罩 不管你觉得我是不是害怕感染 比如说我是年轻人 我觉得不怕感染 但是这个如果大家 你要想到 如果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尽一步责任 大家在有人的地方都戴上口罩 那么这个疫情会减少很多 但是偏偏美国人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做不到自己做一点小小的牺牲 第二呢就是像 这个原来德州的一个副州长说的 他出来的当然是很虚伪的 突然跟大家说 作为美国的老人嘛 他说你应该给这个经济发展让路 应可自己就是冒着被感染新冠的危险 也不能实行居家令 希望所有的企业都开 就是认为经济呢 比这个老人的生命更重要 就是老人不要拉经济的后腿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老人的生命还不如我们经济重要 就是说白了就是这句话 这个实际上是 按理说 所有的美国人听到这话应该感到非常震惊 就是我在这个书里也说 什么样的一个民族觉得说 愿意牺牲自己的老人的生命来换来股市的繁荣 就是这个已经说明一个民族是觉得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但是很多人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 你老了那你就应该让路 哪怕你死了 你的生命还其实还不如这个蓬勃的经济等之前 这是我们美国人真正应该检讨的地方 因为如果我们抱这种思想的话 面对这个这种盘单每个这么大的疫情 如果人人都是只从自私的角度考虑 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个公众的生命还不如赚钱更重要 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抗议的 这一点呢是在 是一个长期 是一个长期的进程 这件事情上 虽然那个川普集中了这个 我们所厌恶的这种自私啊 堕落而唯利是图这些东西 但是这种文化并不是川普一定照常的 相反是那个川普被选上 能够当上总统 实际上跟我们就是美国长期以来 接受这种自私和这种从资本主义 这种文化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关系 你这里边书里边这两点让我读到了 我确实觉得每个读者都应该很震惊 就像你刚才讲到德州的副州长 讲到好像反正我们死都是老人 老人好像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社会 没什么太大的价值 死了就死了吧 只要不要拉经济后腿 为了年轻人的经济 就像你刚才说这什么样的社会 从远来说那么就进入到了斯巴达化 所以就说一种斯巴达化的一种 生存方式的一种军营式的生活方式 说得近一点当然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逝者生存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如果走到了这么一个道德伦理哲学了 那确实这不是我们想接受的国家 那么另外一个你在书里面也谈到 就是那个Jaried Kushner 就Kushner他在要抗议初期4月份 要本身要给全国进行一种全国化的 联邦来统一协调的这种检测的这个体系 但是最后这个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他最后把它放弃掉了 其中你的书里面也分析到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 就是Kushner和他的这个班子里面的人 结果发现了 说现在反正受伤害的 被那个就是这个病疫了 袭击了受到打击的都是兰州 那么兰州的话 正好是在这个总统竞选年 让兰州这些政治家 好像多数的伤害 可能对川普的那个赢得大选 反而可是一种得分 所以你看到就把这个政治的这个考量 一个权力的 这种自私的权力的考量 建立在可以任意的牺牲 所谓的兰州的民主党人的这个身上 那我觉得这两个 作为一个政治学的一个根本的研究来看 就是一个任何一个政体了 如果什么是邪恶的政体 什么是正义的政体 那我觉得这一个是牺牲老人 一个是牺牲自己不同党派的人 不仅说牺牲他们的利益 是牺牲他们的生命 那我觉得这就是把一个民主政体了 那么变成了一种那个邪恶的政体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我在读你的书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你那个 我刚才说你的书 让我感觉到这个heat 感觉这个light 什么时候让我就是觉得 就是说还有这种anger 这种愤怒了 那我觉得这两个地方 让我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的人 那我觉得是感觉到 特别的这个愤怒的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在过去一年 尤其是从二三月份以后 那我对川普的这个批评 是那个急剧的 就是一种那个升级和加码 因为我在三月份 我也写了一篇文章 后来四月份发表出来 这个英文的文章 就是在全球完美风暴的 我的嗜从恐惧 那么我的嗜从恐惧 其中有一个我就讲到了 就是身处高位的掌权者 他们的愚昧 那个自恋 自私和无知 那我觉得是会杀人的 那么所以我当时就是说 非常的就是那个清楚的知道 他们呢最后就会杀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27万或者29万 而且大家预测了 可能到了就是 疫苗了真正的 分发到那个普及到 美国公民中了 恐怕我们至少要五十万的人 可能会死亡了 那我觉得这就是 你的书里面也写得很清楚 就是川普的手上呢 是沾满了美国人的这个 鲜血 而且库西纳的手上 也应该是沾满了这个鲜血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 是让我就觉得是 特别不能接受 在一个民主国家会发生 这种事情 另外一个呢 我也想对你的刚才 另外一个文化现象分析了 那么表达到我的一个共鸣 因为我们看到 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国家 我并不是就是一定认为 就中国抗议了 就一定比美国了 做的就更好 因为呢这里边有几个因素 如果习近平 那个就是真的做的是 非常的好的话了 那么在那个 这个就是新兴之火 还没有燎原的时候 中国就像在对SARS一样的话 那个时候了 把它给能够控制住了 就给世界就做了很大的贡献 就像以后的Ebola 西非 你看美国了 派了3000多的防化兵 来去帮助西非国家 把Ebola也给那个压住了 那么这也为世界做了贡献 所以我认为 在疫情最早爆发的时候了 我认为在首发地点就有失职 那么结果造成了 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当那个国内了 还不许飞机了 往北京和上海飞的时候 还继续了允许了 就是飞机了 往全球的国际化都市了 那么去输出那个中国的游客 甚至很多是几万人的武汉的游客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防疫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 包括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了 在这个防疫的问题上了 我觉得是有很多的问题 甚至了就说 跟中国政府有很多的 在那种共谋上了 我觉得有很多的问题 这是当然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另外呢 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说 美国跟中国了 他们的方法了 中国了是可以牺牲个人 个人牺牲的人权 或者个人的自由 那么可以用一种 比如说封门 来的一个就是 那个就是 那个 关闭整个社区 然后那个强制 那个抓人 打人的方式 可以来执行这个口罩令 那么当然 这走向了某一个极端 因为我觉得 当然可以有 比这个更温和一点的方式 但是呢 这种温和的方式 也不必走到美国的极端 美国的极端的话 就是以总统 我记得总统是在4月17号 那么发布的他的推 是反抗口罩令的 而且他当时说 要解放密资安 所以后来就有这些 那个白人至上主义 这些暴力团 他们就去绑架 密资安的这个州长 后来说要解放 俄亥俄 所以说尽管俄亥俄 是一个共和党的州长 那你看到 这口罩令也很难执行下去 他们他发推 也说要解放那个亚特兰大 所以亚特兰大的市长 是要那个颁布了口罩令 但是最后州长 是要去起诉这个市长 是要禁止口罩令 那所以我认为 就是美国的这个禁止口罩令 让美国至今呢 也有一半的人呢 是反对戴口罩 而且川普呢 也把戴口罩 作为一种政治的 一种就是符号了 来解读 这种符号就是说 你对我是忠诚 或者不忠诚 是想挑战我 还是说你是要表达 你是民主党了 那我觉得这种极端呢 那我觉得是 也是 这是病毒的 就是整个的政治的一个根源 另外一个呢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在这个病毒爆发之前呢 在二零就是应该是二零一五年了 还是二零一六年 应该是二零一五年吧 二零一六年 有一本书叫西方的崩溃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World 就西方世界的崩溃 那么这两位作家 一位呢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 一位是Berkeley的那个教授 那个女性作家 是叫Naomi Orekis 应该是 那个男性的作家 是叫Erik Conway 他们写的这本书呢 那个书不长 只有大概几十页 大概六七十页本小书 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呢 他们就讲到 美国现在的问题在于 尤其是保守的 这些所谓的捍卫自由的这些人 那么他们呢要把这个国家 把这个政府的能力 如此的削弱 因为他们认为是要 那个保护个人的 那个个人的权利 那么结果使得这个国家呢 已经没有提供公共产品 协调集体行动的能力了 也就是国家没有那个维护 尤其是在大的瘟疫的情况下 或者气候那个灾变的情况下 或者我们遇到那个其他的 需要公共行动的情况下了 这个政府呢已经无能为力了 那么他说 如果以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反而专制政府 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他可以提供这种公共的秩序 或者提供公共的安全 最后呢 他们就预测了 就是到2094年呢 结果整个西方国家 在经过了这么一个昏暗时代 最后是中世纪式的第二次黑暗时代了 最后西方文明就崩溃掉 那么最后全世界了 我们就整合在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那个新共产主义的这个统治下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说 美国呢 那么当今天呢 连口罩令都没法执行下去 连就是一个基本的科学 大家都没法尊重 连就是总统 他都没法那个看到了 并不是病毒你看不到 病毒就不存在 结果他自己染上病毒了 并不是说 你只看到你眼前有黑暗暗的人 却在集会 因此呢 你的选民呢 就一定比那些了 你的挑战者 他是通过网络来进行选举 那么就多 那么所以如此那个低智商和反制的 反科学的这种一种认知了 那我觉得 确确实实密漫在美国的社会的 那个上上下下 这一点呢 我觉得可能也是让我们呢 从许多的 我们过去生活的这种神话中呢 其实解脱出来 因为我们来到美国之前 恐怕我们看了很多 好莱坞的那个电影 我们也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 所以我们觉得美国人呢 都长得那个人高马大 靓丽就是那个迷人 风度翩翩 那么当然了 我们接受的美国 这是好莱坞的美国 那么我们到了美国 在这边落地 那个生存下来以后 那我们接受到了 美国的各个方方面面 我们也发现了 美国的这个丑陋 那么其实人性的这个丑陋呢 也是全世界的 并不是说这一组人群 是特别丑陋 那一组人群就是 那个安吉尔 就是天使 那么所以呢 人性呢 那在全世界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有许多地方 有很多很美的灵魂 有很多是有领袖人物出现 有很多地方 有天才人物出现 但是在同样的地方 那么也有就是愚蠢之辈 也有那个名故不化的 非常那个邪恶的人也都有 那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美国生活的越久的话了 越进入美国 越看到美国的方方面面 我们可能就从这个 过去的 对美国的一种 完全一种美化的深化中呢 那么就走了出来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 可能也是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 现实的一个考察吧 一种reality 一种check 那么所以我们 意识到了我们生活在现实中 我们而不是生活在一种 好莱坞或者迪士尼呢 给我们打造的一种 那个wonderland 一种 那个就是先进中 那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也是 我们通过这新冠状病毒呢 可能认识到 美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了 他们有 可以 一个就是相互作为禁止 可以护照的地方 也可以就是看到了 就是说 当美国或者西班球 抗议了如此糟糕 但是东亚国家呢 那么确确实实 无论从日本 韩国 或者台湾 或者就是 新加坡了 还有中国了 这些了 那么做的了 确确实实实 是要普遍的 要好得多 我昨天呢 专门去查了一下 中国现在在 新冠疫情的 这个排行榜上了 它的这个案例的 排行的名次 那么中国从原来第一名 现在已经排行到 第72名 那么我觉得 这种集体的行动 这种一个公共的 这个卫生政策了 那我觉得当然 是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的 应该保有的 那么但是我觉得 美国的这种 怎么翻译比较好 就militant 这个individualism 就是这种 完全是一种 极端主义的 一种狂热化的 这种个人主义了 我觉得也是 这次美国疫情呢 完全失控 没办法协调的 我觉得一个文化原因 是的 我非常认同 你刚才说的 就对这些 这个疫情的分析 然后从这个疫情来说呢 想引入一个 刚才你也提到 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通过 在美国的生活 和这次疫情 认识到其实美国本身 那个有很多缺陷 有很多缺点 美国 不光是我这里面说的 川普出现 让我们称之 美国不再伟大 其实 从最开始 很长时间以来 美国这些很多缺陷 一直存在的 我们 没有 它没有总爆发而已 川普的出现 尤其是2020年 这个疫情出现 真正的就是让美国 把他的长 由来已久的问题 真正爆发出来 这个我们才看到 美国原来这么多问题 是我们真正 清醒的看到说 美国不再伟大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像刚才说 谈在书上 说这个 讨论一些 不光是美国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 和民主制度 他们本身 我们不能否认 他们有他们的缺陷 其实 其实和你一样吧 我在很长时间 在中国的时候 甚至刚来 美国的时候呢 认为 只要一说到 这个民主 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 这简直是 就是像 我们小的时候 比如说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就是一个神圣的概念 不能对他存疑 不能批评 然后很长时间呢 我们再说到 就是我刚才说的 民主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就变成一个 在神堪上 大家不能存疑 不能批评 到这种地步 实际上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了 就像我们说的 是这样的 是吧 现在包括这个 其实不光是说 我们现在说 所谓一些比较落后的 封闭的人 比如说 我们说一些 就是这种 华人里头的 这种川普支持者 或者所谓保守派 我们认为他 很封闭 说你为什么 把这些东西 神圣化 实际上我们现在 注意到美国 整个共和党 整个这个 所谓保守派 他们出于 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神圣化 这个所谓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还有这个 所谓这个个人自由 就是你那个 叫什么 military individualism 说认为这个 侵犯 用这个为借口 说你 比如说戴口罩 是你侵犯 我个人自由 你这个lockdown 是侵犯 这个经济发展 是你这个 说是把它标志成 政府这种集权化 用这些 把所有这些东西 政治化 把他们一些认为 这个意识形态 这些说法的一个神圣化 神圣不可侵犯 这个上是非常有害的 这实际上是 一种跟一些 比如说极权国家 认为有些概念 完全不能碰触 不能讨论 这个上是类似的 也是我的看法 是因为你的书里边 也提到这个 华 那个华山本现象了 尤其你 那个几次了 引到这个 一个Z的 这么一个 就是福音派的 这么一个 非常活跃的 这么一个人物了 那么我 当然我清楚知道 这位是谁了 所以就说 我那个 当然就是想 那个 也讨论一下 因为你在书里边 也指出了一个 就是说 很多的内在的矛盾 就是说 不可理议 为什么 理喻就是为什么 华人会去支持川普 尤其川普 表现出这种种族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那么所以我觉得 你这里边的批判和分析 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那你 你现在就是 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为什么华人会去 因为这里边有两个 就是说 因为你 那个是从科技移民的 高科技移民的角度 所以你对 这一片的人 尤其你的 像你的 那个群落那边 因为我读你的书里边 你有很多 是在你的群落里边交流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你对这个群体 看的是比较多 而且总的来说 你是住在那个郊区的 那么对郊区的 这个群体 中上阶级的看的比较多 而我呢 那个是文科这边来的 而且我呢 对民运的这个群体呢 那个了解的比你多 那么随着我们来 那个比较一下 就是说 对这个华串粉现象 我们来看看到底 为什么会产生 华串粉现象 而这种现象 怎么样会伤害我们自己 是这华串粉现象上 很复杂 有政治上的原因 经济上原因 文化上的原因 我这里想 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平常 很少人 讨论的过的一个角度 就是 我想说一个 经济上的原因 这个当然大家觉得 很奇怪啊 我们这个 尤其像我周围这些人呢 是全球化来的移民 住在兰州 经济上也没有受到什么压制 对吧 我们都可以说是 不说是那个top百分之几吧 我们top百分之多数人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对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是有的 就是 为什么莫名其妙的 就是和一些那种蓝领工人 就是美国那些白人蓝领工人 一样的话 去支持这个川普 川普喜欢他反移民 反科技 这些 为什么会支持他呢 然后 从这个角度呢 我想 想 就是 做了一些 思考 首先 如果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这些白人 尤其这些白人蓝领 为什么支持川普 很多人说 是因为他们种族主义 对吧 但是我们要知道 川普为什么能上台呢 是因为很多投了两次奥巴马的人 投了川普 这个没办法来种族主义解释 一个种族主义者 他为什么投两次奥巴马 然后又去投川普呢 就是 前一段时间 我在油管上看到一个 一个短的采访 有个就是英国卫报的记者 到弗吉尼亚 一个很贫困的地方 去采访 然后当地有很多川普支持者 他们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矿区采煤的 后来当然我们全球化以后 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保护环境啊 没有人再去挖煤了 这些就地方变得非常破裸 然后问到一个年纪大的白人 说你支持谁呀 让他孙女问到他 他说我支持川普啊 他说川普这个人是个骗子 他说那会儿是2016年 还没有川普上任 他说这是个骗子 你怎么能投他呢 他说我投了两次这个黑人奥巴马 他说我就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 结果没有任何变化 那我现在就试试川普吧 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史上很多 不能说是绝大部分吧 至少有一部分白人 他们支持川普的人 我们很难把他归结于种族主义 他们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对自己的经济地位感到失望 然后呢 他们就希望换一个方式 找一个共和党的人 看能不能帮助他们 这是他们一种 当然是那个 他们自己的想法吧 实际上我们看川普 根本就没有帮助这些人 然后我们再看 就是说如果说 因为经济的原因投川普呢 那有个问题 说是不是都是穷人支持川普 实际上不是 我们去看看 这些真正的 这些统计数字 实际上美国最穷的人 还是投民主党的 这些投川普的人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 他们不见得是最穷的 但他们很容易就是这些红区 尤其是蓝变红的这些区 这些城市呢 有个共同的特征是 他们经历在下滑 尤其比如说 我们看一些 过去的那些钢铁城市 我是原来在 刚来美国的时候 在匹斯堡带过 匹斯堡原来是一个 非常繁华的城市 它因为它钢铁工业 后来我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那是还在2000年之前 90年代 中期的时候 看到它已经开始败落 因为那种钢铁工业 已经下滑了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很多 因为这些全球化和经济的发展 被抛弃的工业 传统工业 像美国这些绣带 他们很容易 就是感到自己的地位在下滑 所以在他们的想象中 就是他们不满全球化 或者不满移民 或者想象各种各样原因 反正川普给他们原因 他们开始去投川普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从人的心理上 角都会看到 其实我们所谓说 经济决定一个人的政治选择 有个 其实比这种绝对经济地位 更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考虑它这个经济的过程 就是说我如果重复变穷 那我一个人会很生气 觉得很不高兴 说谁把我的财富夺走 然后他就要找个敌人 如果这回呢 有一个川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呢 他很容易相信他的谎言 说都是这些人害的 所以这么穷 所以咱们现在 因为川普开始有很多 鼓动人的地方呢 就是这些精英啊 这些国外的这些 移民啊 他甚至川普在2016年竞选的时候 他把这个华尔街也当作一个敌人的一方面 然后说就是这些人干的 所以你们跟我来投我的票 我会帮助你们 就是这样的 然后说这些华人 这些华人和这些兰林工人 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吧 我们是这个 很多是技术领域的 我们是在蓝区 在这 为什么会有 莫名其妙的这种喜欢川普呢 我这个 这本书里 这个文章就说了 我们一个人的感觉 自己过得好不好 是跟谁比啊 是跟我自己的期望之比 跟我的亲友比 我们这些 从中国来的华人呢 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技术移民 我们当初就像夏明教授刚才说的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 很多还是上了很好的学校 对吧 然后觉得自己 年轻人觉得自己大有前途 然后到美国来 到美国来以后 现在呢 从如果跟美国周围的人比呢 我们还不 并不是问到很差的 还算个中产阶级吧 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我回到国内去 看看周围的同学 朋友 有的亲戚 他们很多人 确实在经济上 比我们强得多 因为我们可以 看中国这个 三十年来 确实发展 是惊人惊人的发展 尤其是城市里的一部分人 是在比较好的行业呀 或者说有比较好的人脉关系呀 什么 他们可以变成百万富翁 甚至千万富翁 甚至更高 但是我们出国的这些人呢 很少有这样飞速爬上去的 因为美国是个比较成熟的经济 所以我感到 很多人他并不这么说 但是我心里很明显的感到 我们一些来美国的华人 他们并不对自己的状态 并不满意 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比现在更好 然后他们很多人 因为跟周围的朋友 国内的朋友 亲戚比亚 他们也有一种怨气 然后当一个人有怨气的话 他很容易失去理智 当川普告诉他们 美国经济被谁搞坏了 他有说移民 但他说的移民呢 他经常在我们 美国华人理解起来呢 喜欢理解成墨西哥那些非法移民 把吃福利 把工作抢走了 把美国变穷了 然后还有比如说 美国华人经常延伸到 这些黑人 这些人他们没有文化 不愿意工作 然后经常做一些事情 那是社会混乱 他们很快就是找到一些替罪羊 然后他们很容易这些人 接受一些民粹主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其中的 我们就是有这么多华人支持川普 我认为这是原因之一 尤其是我周围这些 住在郊区的这些华人中产阶级 我很强烈的感到有这种感觉 像今年吧 我就是这个BLM运动的时候 我感到我周围的华人 普遍来说 非常不支持这个BLM运动 他们认为把美国搞乱了 就是认为他们这些是没事找事 所以我感到呢 就是华人对自己的地位不满 认为是有人把他 把社会搞乱了 是自己没有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有这种怨气 我觉得是原因之一 我看到你用了两个专业词汇了 一个叫过程函数 一个叫状态函数 对所以我就说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你刚才 那个就是解释这个过程 那么过程函数和状态函数 尤其从你科学背景来 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东西 我说一个大实话 大白话吧 解释这个 我在 我以前是 说一点 就是一个小插曲 我以前是学物理的 后来我进入这个 做这金融工作呢 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 我在进入金融以前呢 我后来又读了一个这个硕士 然后就是这个金融教师 量化金融的硕士 然后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个 做这个 读这个硕士时候 有一个教授 是一个华人 然后当时为什么解释 过程函数和状态函数呢 他说 怎么聊起来 他说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呢 他说是 一个过程函数 还不完全用的是这个词 他说是 pass dependent 就是 依赖于你的过程 对路径 路径 对 他说pass dependent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比如说 我跟你们说吧 我说晚上呢 今天晚上我请大家 吃那个中午系列 请大家吃中国饭 他说如果你中午呢 是吃了一堆那个披萨的话 你会很高兴 对吧 我们吃那个中国饭了 他说 但是他说 如果是有一个 华尔街的人 来这里头 我说请他买点那个中国饭 大家吃 他如果中午是吃了一个 比如说在法国餐馆 当到哪里吃过的 然后晚上去什么 去订一些那个中国饭 来吃外卖 他会觉得这个非常难吃 这就叫所谓pass dependent 就是说你觉得 这顿好吃不好吃 跟你上一顿 你前两天吃的什么 有关系 其实这就可以解释成过程函数 和这个状态函数 因为状态是一样的呀 我们都是吃中国饭 但是跟你过去的那个过程有关系 刚才说了华川粉 就是我要比我这个 还包括是你跟其他的人比呀 跟我过去的期望值比呀 我如果没达到我就觉得很不高兴 是 对 我呢也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华人的生存状态了 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呢 因为其实在美国 那么有一个就是家里边 如果有一个郑教授的话呢 基本上呢在美国呢也不会是穷人了 但是我可以说呢 就是有几个 第一个我在我们家里边呢 是唯一的一个读大学的 但是我说我家里边呢 还在供房贷的 对 所以那我的兄弟姐妹的话 或者什么家人的话呢 他们呢可能都是有第二套房子 或者等等的 那么所以可能房子早已经付完了 所以这里面当然是有一个区别 那么而且我们知道中国的房产 那个上市也很快 所以可能他们的房产 比我的房产呢 可能还贵的有可能 对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我在那个就是十几年前了 我到复旦去啊 那么我这些朋友了 同学了 有一个朋友寄过说 我请你吃饭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我这边那个经费很多啊 我现在经费本质上是一百多万块钱了 然后实际上没问题啊 然后呢另外一个同学 是我同班同学 那么请我去参观他的办公室 那么他是因为复旦有一个双子塔 一个39层的两个就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双子楼 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人文科学的大楼 那么他在里边呢做一个主任 那么在他的办公室 请我去看那个办公室 就是看的就是一望无际的办公室 然后呢他后来请我去那个参观 这个青年教室的休息室 那么在青年教室的休息室 有那个就是按摩椅 有乒乓球桌 那么有咖啡机 有这个厨房 那么这样 那么所以了大家呢可以在那休息 可以在那就是那个喝茶 所以了你可以看到了 我们在美国的尤其在我们公立大学这些了 基本上呢都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了 另外有一次 我有一个同学 当然他现在在中国的做得非常高了 那么所以他原来在复旦那个工作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我另外一个朋友 去找他就是要批一个经费 那么我这个同学呢就跟他说 那好这两个本子你先就在那签 那个把数目填好 我呢就给你就是签字吧 那么结果两个本子拿给他了 就他在那里那个写的时候 他看看那个本子的经费那个总额了 他跟我讲了 他说两个了加起来都是上亿了 他说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说 我们这边而且做人文科学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作为负责 复旦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副校长 那么他的两个经费本质 是有上亿的这个那个经费研究的权利 那当然这个确实就是你可以看到了 作为我们很多的人在美国来说了 进入到一个成熟社会 如果就是跟中国这边比的话了 中国当然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一批人的话了 因为我们来到美国 其中很重要的在于 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 其实我们放弃很多的特权 那么我们来到一个民主国家了 我们其实是在追求的一个平权 一个民权 那么所以这个国家给你的自由了 是公平的 是每个人都享有的自由 所以你没有高高在上的这种特权机会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点了 如果我们很多人是要想生活在一个 等级金字塔的特权的上方的话了 那可能中国了 给我们这些从北大复旦 或者什么那个就是有良好教育的 尤其是八十年代拿到学位的 那我觉得那个开启的门更多 那么当然今天呢 中国社会也开始固化了 所以今天的大学生呢 即使是北大和复旦的 那么要百分之百能够找到工作了 我想也都不是这么容易了 那所以我想当然我们看到这一代了 正好是中国八十年代 全民呢都在那个尊重知识 而那个整个国家的体制在变化了 新的机构在那个建立 老的一批人在退休 那么所以正好是我们这代人呢 那么进入到了关键的部门 关键的职位 最后跟着中国三十年四十年的经济成长了 那么所以这种上升呢 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一个 就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机会吧 另外呢我还想想那个就是 说一下呢 就是你讲到美国的这个 就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呢 它的那个问题呢 那个由来了已久了 那么我记得有几个事实呢 我也正好那个给你的 讲的这个你的这个时间段呢 可以来这个补充一下 因为你讲到 比如说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 我八十年代了在复旦读书的时候 因为复旦是中国最早建立 美国研究中心的 而且是美国那个国会拨款 在建立美国研究中心 所以我呢作为复旦的国政系的 整天就在美国研究中心那里混了 那么在这混呢 我记得经常去听各种讲座 有一次的讲座的作者就是谁呢 就是那个Ted Taco 那么那个就是 Ted Stacco 对 那么Stacco他写过一本书叫Working 那么是应该这个得普利策奖的 那么是70年代美国工人变迁的 后来80年代他当时来的时候 正好完成一部制作 就叫美国梦 就是American Dream Lost and Found 中国人呢 那个应该是懂了三翻译的吧 翻译成就是叫美国梦寻 所以他呢给我们来那个 就是做过那个报告了 那么我就记得当时在70年代 80年代呢 他就报道了美国的工人阶级 制造业 面对着德国和日本的挑战了 那么陷入了某些困境 然后呢 90年代我在费城读书 你在匹治堡 那么我是在那个费城 那么所以你看到了 就是匹治堡的钢铁的那个衰落 那么我也看到了费城北部的 那个薄力环钢铁公司 那么最后他们的这些钢铁厂呢 这些那个器械设备都全部被拆装了 拆装然后就是卖给了中国 那么所以有个十几万 那个工人的一个厂 最后呢就是你看到十几万人 最后才到五万人 最后才到那个就是几千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后当时我记得在90年代初的时候 薄力环呢 就在被整个那个拆的过程中 当时这些工人当然是非常愤怒 那么就去砸就是那个中餐馆 那么就把他的愤怒呢 那个释放在中国人身上 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 当然是可以看到这个变迁过程 另外呢我还想补充一下 就是你看到的郊区的 高科技移民的那个中上阶级了 那么我看到了美国这边呢 还有一大批的就是说民运的人士 那么我觉得这次非常的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痛苦 就在于因为有很多的人呢 那么是在要为中国的争取民主和自由 那么所以他们呢就说有强烈的就是愿望了 就是在反攻的名义下去支持川普 但是我认为了就说 当你要那个为中国支持民主和自由 那么其实川普可能就像你在那个书里面写到 如果川普再做四年的话呢 那么川普可能把美国的民主自由都给毁了 如果我们在美国都已经没有民主自由了 我们怎么可能期望一个 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自由都给毁掉的人 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民主自由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认知的误区呢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那个悲剧性的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们的整个华人呢在美国呢 怎么样能够认清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一系列的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同时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你的书里面呢 给我们这个光呢 就是有启蒙的这个作用 那么希望我们更多人呢 能够理解美国 能够理解那个中国跟美国的对比 同时能够理解川普主义这个实质 是 我非常赞同你说的这些想法 而且刚才就说 对这个民运听传的这种看法呢 我也非常认同 这本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到现在还不是很理解 就是有这么多的民运人士听传 这是让人觉得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 是 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挺穿这个让人失望 而且今天呢 我发了一个推了 我就说我真的是想那个 对着这个人类的这个命运呢 一直想嚎啕大哭啊 因为今天是黎智英呢 那个被那个抓捕了 那个逮捕这样 而且是不许保释了这样 那么虽然让我是就是觉得非常伤心的 因为黎智英呢 作为一个给香港呢 那个也在抗争的 但是黎智英呢又是一个非常那个就是一直在支持川普的 而且苹果日报呢 也卷入到了一些帮助川普造假了等等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就是悲剧性的 那么觉得作为我 就是说我在苹果日报一直在写稿 而且我在苹果日报一直用我的知识和见解了 一直是在想象黎智英呢和苹果日报的读者了 传达我的这些认识 所以在过去一年 你可以在苹果日报看到我发的文章了 我不断的是想揭露川普的很多的问题 这种骗术 就是说作为一个香港人或者台湾人或中国的民主运动 那么必须要找准北斗心 不要被骗子了 说那个就是引走 因为呢就像你刚才说的 往往就是骗子或者就说有的这些机会主义者了 那么他会在某些时候某些点上一定会是会迎合你的 你一定会觉得哎呀这个很对我的心意 因为骗子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说每个女孩子都应该明白都懂吧 那么所以就说你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丈夫和一个骗子 这个你一下就知道骗子一定会给你鲜花会陷得更勤的 那么等等 那么所以就说我觉得呢就说机会主义的骗子了 那么他也会给你每个人的献上一朵鲜花 所以呢我认为我们如果仅仅就是说看到他在某一个事情上 我们只想到他会那个满足我们的个人的小的利益 而不管他的最终的结果或者大的这个利益的损害 或者就是说我们呢忘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普世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可能都是需要我们那个深刻的反思的 但是很不幸呢 今天呢即使川普已经失败了 川普已经落选了 但是有很多的人呢 尤其是民运有很多人呢 还在继续在这个尼坑里边呢 还不承认失败 还在里边搅污泥 还在里边扔滥泥 还在制造各种阴谋论 什么政变呢 什么火并呢 什么抓捕呢 什么审判呢 怎么样要什么那个特警队要 最后要有清算的日子了 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 所以我也希望了你这本书呢 能够有更多的人读了 那么作为一种消毒剂了 作为一种清醒液了 那么作为一种就是我觉得一种解毒汤了 那么我希望更多的人读 所以这就说 今天呢我就很高兴了 你能够给大家分享你这个书了 谢谢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还有两个了 就是我想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但是我觉得你有在这边呢 给大家有很好的机会了 我就想继续给你那个探讨 因为种族主义呢 你刚才也提到了 那么但是我想那个进入到另外一个 就是因为你讲到了 你是学的是金融工程了 学的计量的那个金融了 那么其实呢就是说 你是得利于美国的整个经济的金融化的 因为有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 才会让做就是高等数学的 做物理的 那么非常懂得这些算法的人呢 就像你刚才用的这函数呢 这些等等呢 这个angryism这些就是等等呢 那么能够进入到美国的金融界 但是呢整个你的书里边呢 对金融呢有很强烈的一种反思 那么认识到金融呢 尤其是金融带来的金权的 这种出现 而且在你的那个书里边 也讲到美国的一些大的公司 怎么样通过避税 怎么样通过逃避 对美国的社区的 这个基本的责任 比如说就像你提到那个amazon 那么amazon呢 像一条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大的那个河流了 那么吸了很多的就是这个 那个营养了 那么最后发展的无限的庞大 但是呢 你就看到真正的亚马逊河了 在枯竭 森林了在被烧毁 所以我们的世界呢 你可以看到有亚马逊的大公司了 在不断的膨胀 但是这个亚马逊河的这个 整个流域了 在不断的枯竭和在被毁坏 那么我们的社会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了 在不断的被掠夺 或者贫穷那个差异越来越大 中产阶级的在被那个虚空化 职位了在逐渐被那个就是 拿走 而这个公司呢 这些高管呢 你也那个举了很多例子 那么他们在新冠状疫情过程中呢 他们的股票 或者他们的回报 他们的奖金 甚至你也指出 在2008金融风暴第二年 2009年 整个就是高盛公司 他们发的这个奖金呢 就是大概我记得数字是50万还是70万人均 对 对 所以这些 非常可怕的数字 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你接受到 就是说这个金权政治了 那么我想就是说 对 因为你是在这个金融界里边 而且金融的话呢 怎么样 最后从一个服务行业 变成了一个就是吸血行业 那么整个呢 就是让美国的整个经济金融化 而整个金融呢 那么又变得就是 空虚化了 那这种所谓的空虚化 就是说 其实在掠夺那个实体经济 然后呢 那个变成一种分割财富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倒是想 那个 希望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到的美国的金权政治 那么这个怎么样伤害我们的 这个社会 让美国那个 生病的 好的 回答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三种病毒 然后我说第三种病毒 不是更长时间的病毒 就是全川普病毒 我的感觉 这其实不是我的感觉 这是现在很多人这个普遍的看法 就是美国的问题 至少有40年 从里根开始就有 这些所有的问题 就是集中起来 最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既是问题 也是后果是什么 是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的原因很多 我们刚才所说 为什么从里根开始呢 因为里根改变了很大程度 而改变了美国的政治 就是美国这个政治 更倾向于富有阶级 比如说里根的减税 还有这个 deregulation 就是放弃一些对这个 比如说华尔街 还有一些这个大的企业 这些约束 这叫 deregulation 还有这是不允许工会的存在 各种各样原因 就是政治是其中的一大原因 但是其他一些客观的原因 我们可以说到美国这个 不是美国 就是整个全球技术化 技术化呢 也会促成这个贫富分化 另外还有全球化 所有这些合起来 就是促使贫富分化 然后贫富分化之后呢 使这些大的资本家 就是我们所谓这些billionaire 和这些大企业 这些大企业可以用他们的钱 来影响政治 然后政治 这些政治家呢 他有了这些钱以后 他们会有 会回报这些给他们钱的人 资助他们的人 然后使他们这些政治结构 比如说我们后来一些 法律这些 包括这些选举法 然后更倾向于给 这些大的企业 更多的权力 这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互动的 可以说一个互动的 非常复杂的网络 再回到刚才所说的 这些动态的 这个美国下滑呢 我们说这些 其中最中心的是贫富分化 然后说这些金权政治呢 是就是这些贫富分化 怎么造成美国现在政治的问题 就是主要是金权政治 像我刚才所说的 美国表面上呢 还是个民主国家 是一人一票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很 从另一个角度说 这个一人一票背后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这次选举 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很 这个选举 美国选举是需要钱的 不论是川普还是拜登 他们就是动辄 就是搞到上亿的钱 这些钱呢 实际上我们也捐钱 对吧 但是多数不是我们这些 小老百姓捐的 是美国这个 是也富有阶级捐的 他们就是使法律 变成这个下面架上 应该比我懂得更多 实际上就是我们个人 是有上限的 但是这个 这种法律的结构呢 是这种企业对他们的 这种super pack 也这些捐钱 他们是没有上限的 其中一个历史 也就是高原后来 对这个Citizen United 这些选举法的判定 是这个判定的结果 是这个富有阶级 对政治的影响 也几乎是无限的 他们通过前来影响 然后这样的结果就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 川普上台之后呢 他对这个富有阶级 有很大的 很大的帮助 我自己是做金融的 我可以很明显的 看到这一点 就是川普上台以后 对我实际做了大量的 这个 deregulation 然后使他们赚钱 做各种东西 变得更容易 我还是明显看到 比如说在我上班的地方呢 当然是谁也不会 所以作为这个公司的高管呢 不能明显的表示政治倾向 但是可以他们也很明确的说 这个川普下台以后呢 就是对这个金融工业 友好的一个总统呢 他下去了 我们换到说 我们可以期待一些将来的管制会加强 这确实是客观的 客观的事实 所以这个 这么说来就是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 这个金权政治呢 是我们必须要注重的一个现象 实际上 金权政治的不断侵蚀 在暗中 实际上已经使这个民主制度 遭到了很大的伤害 包括一个我看到的现象 就是这个共和党 共和党实际上如果是一人一票的话 共和党是没有办法当政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每次这个popular votes 这么长时间呢 只有这个小布什 第二次他是赢了这个 赢了popular votes 其他都是这个民主党 然后 但是为什么共和党能够 一直保持了权力呢 有很多原因 其中之一呢 就是这个共和党是对富人 更友好的一个党派 所以这些大企业呢 他们更倾向于共和党 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主制度 已经是不断的 这是个倾斜的这个 民主政治不断倾向于 这个偏向富人的这一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这个金权政治呢 不是像选举那么鸿鸿烈烈 但我们看到这40年来 像一直在倾斜这民主制度 然后这个川普这个事件呢 是一个比较有些意外的东西 但是也不意外 就说明我们的民主制度 其实已经并衰到这种程度 它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下呢 我们现在突然看到 出现了川普这件事情 当然了 现在川普被选下去了 我们可以期望有一些回归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美国现在还在面临 这个竞选制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认为一切 拜登上台以后 一切太平无视 美国重新伟大 变成更好的国家 这是完全不现实的 美国的问题非常非常多 其中之一呢就是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的民主制度 虽然我们现在幸存下来 不会有这种立刻崩溃 因为我们把川普选下去了 但是实际上长期来说 我真正捍卫这个民主 让他不被这些 竞权制度不断吞 不断侵蚀呢 这是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对 我呢那个也正好 补充一下你这边讲到的 你说的从里根开始了 其实我完全赞同你这个 整个看法了 就是过去40年呢 其实整个大的这个弧形的发展 就这个ARK这个他的倾向了 是在往右摆 肯定是往右翼的在走的 而不是像今天的有的 我华三分里面提出是 美国越来越左倾化 或者是白左什么统治的 我觉得完全错误的判断 其中有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你刚才讲到里根呢 跟沙切尔呢 其实同时都在那个英美了 推动那个保守主义的革命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很重要的 当然就是资本的那个完全的这个就是自由化 而资本自由化到了那个就是 克林顿的时期了 你也可以看到 即使克林顿是民主党的人 但是克林顿是所谓的新型的民主党的人 在你的书里边呢 你也讲到了 其实克林顿呢 更多的是具有红脖子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色彩了 那么他的那个许多的做法 尤其是把那个在罗斯福总统时期制定的 Glass and Stick 对对是他这个是克林顿 是因为我们很多都没有注意到的件事情 对Glass and Stick 对那个就是那个法律呢 他是把投资银行跟商业银行呢 是作为一个防火器把它隔开的 但是到了克林顿以后呢 就把它给就是投资银行 可以跟商业银行完全是那个合并了 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到 在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呢 这些大的投资银行跟商业银行全部就合并了 那么所以这个呢 就是使得美国的金融的高度的这个集中了 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 美国的金融业 那么攫取的就是全美的整个那个经济 就是工业的 就是那个就是企业的这个利润呢 是达到了47% 那么也就是说 所有的人 你无论是制造飞机 还是制造电脑 还是制造那个汽车的 所以全部都加在一起了 那么其实你的一个整个利润呢 也就等于整个金融业 那么当然金融业包括 也包括保险 这些也都包括 但是你可以看到 确实这个金融 作为一个寄生的行业了 那么取代了它过去 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这么一个职责了 当然那个 这个整个发展 你也可以看到 这里边呢 你的书里面也提到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就在于 整个资本主义 或者资本主义的这个 核心的利益集团 或者精英人物了 他们其实呢 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 这个关注了 那么他们以为了 他们可以像一个 空中楼阁一样的 可以生存在一个 他们可以不用关爱的 这个社会 可以让这个社会呢 都变成沙漠 他们好像呢 还可以存在 当然你的书中呢 给出这个否定 那么我觉得 这里边当然还有另外 一些学者 包括就是一个学者叫 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communitarianism 就是我们怎么样 认识到这个社区主义的重要性 这个社区的存在 对我们每个个人 因为我们的房子 之所以在这个社区有价值 是因为这个社区的繁荣 如果没有这个社区的话呢 那我们的房子呢 比如说那个 我们看到底特律和巴尔利摩 他从一个繁荣的社区 最后衰败了 那你的房子在那儿 就不如在一个繁荣的社区里边的 一幢更破的房子值钱了 那么所以呢 就说整个包括房地产呢 包括公司呢 它的价值呢 有一个社会的一个环境呢 给你带来的价值 但是很不幸呢 我们看到了 现在就说 美国的新的一代的资本家 或者就说 那个工业寡头 或者经济那个精英呢 我觉得他们呢 已经失去了 我们以前看到老牌的 尤其是具有一些苏格兰 那个背景的 或者是卡莱基呢 那个什么这些 那个包括煤龙 就是你可以看到 整个皮子堡呢 被煤龙家族呢 这些呢 都塑造的 那么我觉得 可能呢 有一点呢 就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的 它的一些美德 或者资本家的美德呢 我觉得恐怕也在丧失 那么我记得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看到第一部电影 或者第二部电影 就叫那个就是 大峡谷 那个Grand Canyon 那么第一个场景 就出现的 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高管 那么他跑到那个 一个商场去买的东西 他回到他的豪华车的时候 结果有一个 抢劫的人就 叫他把他的 劳力士手表 那个拔给他 他把劳力士手表 拔给他以后 这个人就开枪 就对他打了 就把他打残了 他后来就在思考人生 到底我挣钱是为什么 或者我们的社会会怎么样 那么这个整个故事呢 就在反思了 作为一个公司高管了 他怎么样来看这个社会 那我觉得其实美国呢 今天呢 也应该让整个资本主义阶层 也应该反思一下 就在于 之前你刚才批评的 本身是一人一票 最后的话呢 当金钱呢 可以作为一种言论表达 自由的表达方式 当然我们个人也在捐钱 我也捐了很多的钱 但是我们这些钱呢 跟就是 你刚才说的像 那个Cock Brothers 你书里面特别提到 跟他们的比的话呢 那么当然是那个 一根毫毛了 那么所以就说 跟他们这个 九牛一毛了 那个相提并论了 所以我觉得 美国的整个 就是资本主义的 这个发展 把一人一票 最后变成了 那个一股 那个一票 而那个整个 多元社会的 这个合唱里面呢 由这个寡头 或者是1% 或者0.1% 尤其你的书里面 也讲到他们在过去 尤其在新冠状 疫情期间呢 这种不断的爆发 而且很多的城市 没有这个防护设备 没有基本的 医疗的这个设施 但是这些高管呢 或者这些寡头呢 他们的这种爆发呢 那我觉得 可能是美国 这次也意识到 当美国的基因阶层 已经没办法去关爱 自己的这个社区 和自己的普通民众了 那么这些普通民众 就找到了川普 作为一根 可以去那个指向 美国的这个建制主义 基因的一根宗旨 那么所以了 川普的成功 当然跟美国的 基因的失败了 那么是有这个 直接的关联的 那么我希望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 美国差一点的 就失去他的民主 而且美国这批人呢 还会那个存在 川普还那个 说他2024年呢 还要卷土重来 那么所以如果美国人呢 那个不集体的 那个反思一下 尤其是美国的金英城 不像那个大峡谷 那个电影一样的 那么进行一个反思的话呢 那我觉得我们 大概四年以后呢 又会面对着 就是一个新的川普 或者老的川普 而可能就是说 如果美国的这个社会 再像你刚才说的 这种贫富差距 这种仇富 这种报复心理 这种 然后把就是 外来的人 或者是 那个异族的人 或者把 跟他们那个就是 长相不一样的 这些新移民呢 作为一个 替罪羊 来把他给 那个线上祭台的话呢 你的树里边 就那个警告的 也非常的严重 那么其实呢 对我们的 很多的新移民来说 包括对华人来说 恐怕我们面对的 就是 犹太人 在德国 纳粹德国下 那种处境呢 不是说 不可能 那个成为现实 而但是呢 就是说 你的树里边批判呢 我觉得非常的 就是那个 重要 就在于 如果 那个我们现在 还在支持川普 那么多大的程度上 和就是 你要去 要犹太人 去赞美希特勒 那么这个 真是这种疯狂的 一种就是 逻辑思维 但是很不幸呢 我们很多人呢 是陷入这种疯狂的 没有逻辑的 没有理性的 这种思维 所以最后 想回到 就是你 那个书的结束 结束了 你提到一个 就是我们怎么样 有一个 那个北大精神 那么所以呢 我们也很高兴地 跟你分享 你在北大的 那个就是体会了 那么这个北大精神 这种质疑的精神 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 那么我想 你给大家 那个分享一下 让我们能够 大家都能够 有这种精神 能够用到我们的生活 用到我们的思想 好的 我说明一下 其实怎么说呢 用北大这个不是很合适 其实现在我们都看到 所谓北大的 跟北大有关系的人 跟其他普通的人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 尤其这四年 我们看到 很多北大毕业的人 最后变成那个 一些就是盲目的 川普支持者 但是我这里 用了这个 北大这个名字呢 有很大的自私的成分 可以说吧 我把它作为一种 象征意义吧 就是我希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 能够具有这么一个精神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 很少很少 或者很多人 不会真正去想 这个知识分子 到底含义什么 对于我来说呢 知识分子就是 真正追求真相的人 我认为他们 真正不断独立思考 探索的人 这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 就像刚才所说的 如果我们要做知识分子呢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的去追求真相 真相完全不同于权威 不同于 就是我们看到各种媒体上 对我们灌输的东西 其实现在这个 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呢 一个人太容易被这些 各种各样弥漫的信息所引导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所有人来说吧 这个发达的科技 这个自媒体 这信息时代 是一个优势 可能也是一个劣势 因为优势是我们可以 就是接触更多的信息 劣势是我们可能 被这些各种信息来误导 所以没有比现在更 更需要强调的 追求真相本身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的 独立思考 其实呢一个人 如果能够独立的追求真相呢 我相信也能够做到独立思考 所以这四年来说 我们刚才说的不幸的 看到很多人 变成川普的支持者 其实我不是说 像现在想把这种川粉 或者川普支持者 作为一种骂人的话 这么来说 这个是很不合适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悲剧性就是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 信心时代 我们太多人忘掉了 一个人其实最最重要的 也是我认为的一个 道德的一方面 就是我们应该 每个人独立的追求真相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你真正是独立的思考 去追求真相 追求在这种所有噪音底下 掩埋的真相 然后你再得出结论 说我需要支持川普 那就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川粉 那是你自己的结论 但是我相信多数人的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些 他们太过迷信于一些实际上可能是被最后操纵的灌输你的信息 如果你一天在这种华语的自媒体 微信 这个Facebook 这个推特上 你被这些实际上背后给你灌输来的信息左右呢 你是看不到真相的 这就是这四年的悲剧所在 所以这是我这个今天结束的时候 我想强调这一点 永远记住一点 你独立的追求真相 自己得出结论 对 因为你这边提出的这种质疑精神 就我觉得想象在那个整个西方思想里边强调的 一方面要有一定的这个skepticism 那个skepticism可能是科学精神里边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skepticism并不会走向虚无主义 并不会走向绝对的那个相对主义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面提出一个 最重要的就在于质疑自己 拿着手术刀给自己做手术 砍掉烂掉的死去的那块 然后让伤口恢复新生 那么这里边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就是一种反思 在英文里边也非常强 就是self reflexivity 就怎么样我们reflect upon ourself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我想读你这段话 就接受我们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其他的朋友有什么参与 还可以有问题 因为这里边就像你刚才说的 要质疑这种大众的这种认识 或者是目前流行的看法 或者要质疑解惑自己 这确实需要勇气的 那么所以我想读这一段话 来结束我们今天讨论 那你说二十世纪这个印度那个哲学家 那个希腊莫迪 那个说过了 莫迪说过 真理是一片没有现成土地的 道路的土地 想象你在一片荒野之中 没有人 没有路 没有方向 这就是追求真相或真理的场景 几乎每个人都会对独自自身荒野充满恐惧 而独自自身精神的荒野 一样让我们恐惧 也许更为恐惧 所以随众和盲从 永远对我们充满了诱惑力 那所以呢 我觉得在 我记得在读 那个汉娜阿伦特的那个著作的时候 汉娜阿伦特讲了一句话 她说没有思想的生活了 其实是邪恶的 那么后来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了 后来结果发现这句话呢 其实是从那个法剧经那边来的 那么法剧经里面讲的 就是没有思想的 这个人生呢 是邪恶的 那所以我觉得怎么样 我们具有这种批判精神 具有这种质疑精神 具有这种反制精神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 只凭你的这本书 川普时代不在 美国不在伟大 那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我很高兴 谢谢你给我的机会了 让我读了你的书 让我非常的 enjoy这个整个就是阅读的过程 那么同时呢 我也真是那个向我们的读者了 那个推荐了 因为我们在海外华人社区了 我真是觉得我们海外的华人 有一片自由的土地 就不管美国 那个就是目前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有一点 你如果要问我 是不是我现在就是要 那个放弃美国 回到另一片 没有就是自由的土地 那我就跟你说 美国的言论自由 让我们今天有讨论这本书的自由 让我们写这个书 批判美国的自由 那我觉得这恐怕是我们 这辈子获得的 那个极大的自由 那么尤其是 我也想引用那个 那个Multi他讲过另外一句话 他说其实我们在行使了 所有的自由以后 另外我们追求的一种自由 是逃避我们所熟悉的 生命的自由 所以当我们 生命里边的有很多都是 我们很熟悉了 其实那个freedom 那个就是from the known 那么也是我们的一种自由 所以我觉得恐怕 如果我们把自由 作为我们一种 人生最高的目标了 我相信那个子平女士 和我 或者我们的很多的美国华人 我相信我们也都不应该 有任何的后悔 那我们就讨论这 我们把平台开放 给 今天我们讨论你两个小时 那么子平女士 你如果要休息一下 你也可以就是 那个休息一下 然后我这边呢 来收集一些问题 这样的话呢 可以就是 看还有听众发言 我想你可以 你可以现在那个休息一下 对 OK 我很快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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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就是我们的导播 还有就是新歌在吗 对 我们看现在有没有 朋友要发言 对 现在有多少 对 现在有多少 局责 那好 那好 不是物雷吗 那我先发言也可以 对 夏教授好 还有子平女士好 我想 我想 就是我们的节目很长 所以我想了 让子平女士休息一下 这样比较好 对 好好好 那个我觉得 其实这个主题也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川普的他那个思想 他实际上他本人是非常混乱 但是他表达了美国社会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冲突 我觉得还是在社会学思想 社会科学思想上有冲突的原因 就是美国他的本来他的建立的结构是资本主义式的 是联邦合动国式的 那么但是呢 和后来的思潮 也就是所谓的平权的思潮 他事实上和资本主义是天生冲突的 虽然他最后可以通过税收做一些调节 就是说使得整个人的社会福利 有点 但是又跟欧洲有距离 就是说欧洲他实际上是更接受社会主义思潮了 我们把他叫什么名词不重要 反正就是把大家搞得平等一点点 对吧 差距小一点点 对吧 而美国他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当中 他是资本主义特征是最明显 截止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 当这个平权思想就贯穿到 就是不停的在推广 不管叫什么进步主义都不重要 他实际上这个深沉的冲突就出现了 就是一个人的努力 他越来越 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避岁 这些所有的手段 都是他立足保持自己的资本主义特征 那可能说在美国来说就是不利 但是你既然追求平权 我不能把我的利益留在美国 我再留在美国 要么就是被人剥夺走 要么就是我得转移走 那我就宜选择转移走 那么最后就选择了美国的 他的这种逐渐的这种空心化 所以说最终我认为还是一个 平权的思想出了问题 我认为 我认为人类的状态应该是 更多的是应该是鼓励竞争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很多的福利应该通过 就是说社团化 而不是整体国家主义来完成 就像传统的一样 就说有各个机构来完成 而现在的这种过度保护 说白了 像美国也已经有了 但是我对数据不掌握 就慢慢地出现了 那我在欧洲待过就知道 那比方说欧洲我就看到过 而且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我们可以跟他进行非常深入的交流 他就 他那个第一的 比方说社会员 他就拿1000多欧 当然他税很少 但是他落的口袋里就是1000多 他得一周工作五天 但是另外一个人来 就给他 就难民或者是他们的那种低收入 就不工作的人来说的话 他就是国家免费给他房子 他拿600多欧 你想想他们的 他们一个劳动一个不劳动 他的 那劳动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而这种现象 其实在美国已经 以前不存在 但是已经随着平权 随着福利 他已经建入端倪 那谁来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呢 所以说平权 平权思想 就大家最喜欢的平权思想 但是他是违反人性的 违反人的天生的特征 他和资本主义的特征 也是天然充足的 我觉得这才是 最底层最底层的一个充足 其他的都是美好的词汇 可以有漂亮的演讲 为了人类 为了人类的福祉 但是你这个模式不可持续 多少美好的愿望 你的美好的愿望 是牺牲别人的劳动 牺牲另外一个 更优秀的人的劳动 你要求他平权 那他干脆 他不利用他的优秀 他就去嗨去了 他就去浪费他的生命去了 浪费他的创造力去了 当然美国 他因为还是那句话 他因为他在 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特征 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特征 最明显 所以他也体现出了 残留的最好的创造力 但是他的创造力 已经在衰败 而我觉得大陆 反而说实话 反而他虽然说是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但是实际上 他有很多资本主义的特征 国家也说是 叫民营经济 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他体现出更多的竞争 所以说 很多人挺简单的说 大陆仅仅是剽窃 这是他们没有在大陆生活 大陆的那种竞争 产生的这种创造力 包括他们学了 大多的理工科知识以后 产生的创造力 绝非外界描述的那样 最后想总结一句 就是说是 我觉得就是 美国他现在 就是说是 就是发展到现在 第一套 解决平权和资本领域内战的矛盾 第二呢 就是美国现在 包括海外华人 最不能接受的什么 就是说 就是美式文明之外的 平等的文明 他们可以接受其他文明 但是不能接受西方文明 另外的文明跟西方平等 也不能接受 普选之外的 政治体制 其他的政治体制的正当性 也不能接受所谓的 他们认为不是价值 我认为根本不不是的 其他价值观的合理性 那么说 这个 这个为 这个是未来世界最大的一个 一个危机 我希望 下面教授以后选这个题目 延展一下 我认为是 非常深刻的一个冲突 其实 如果我们从更长的程度 看历史的话 其实欧美的 就是领先 也就是几百年 放言几千年 没什么了不起 好 谢谢 是 对 因为子评女士 没有全部听到这个问题了 当然我知道 就是说 李察的这个 就是整个评论 跟子评女士的整个题子 是完全矛盾的 那么我现在就代为回答 因为我觉得 李察你这个就是说 有几个逻辑前提 是完全错误的 而且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 就是说 不仅是逻辑前提错误 而且隐身次的结论呢 那么也是会非常的反动的 而且是反人性的 怎么说呢 我这样给你来分析来解释 第一个就是说 整个社会的各种制度 不只是单一的经济资本主义制度 所以的话呢 它有社会制度 有家庭 有那个就是婚姻 有那个政治体系等等 那么所以的话呢 你不能就是进入到一个 所谓的我刚才说的 市场的那个原教旨主义 想用市场的竞争的法则 来统管一切的事情 那么请问效率 难道是最高的 这个就是价值观吗 那么你干任何事情 不是有效率吗 你吃饭的时候 你是想那个加快吃吗 那么你那个做爱的时候 你是想效率最高吗 所以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就是一个效率 这个就是竞争这个价值了 那个泛化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那么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 当然那个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 跟这个社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那么跟这个就是 政治制度呢 也会有张力 但是它应该是属于一种 一个平衡 一种相互的调节 那么怎么平衡 怎么调节 当然这里边 马克思提出了一种 调节的一个方式 很重要的就在于 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 大家会有很多人 是会资本在服务的 会有很多人在为土地在服务的 马克思了他会为那个劳动力来辩护 那么另外一位就是 政治经济学家 卡尔波兰利 他写过一本书叫《大转型》 他那边就讲到 我们必须得意识到 资本主义的三个体系 那个元素了 生产元素了 全是神话的 比如说土地 土地其实是自然的一部分 把它变成一种财产 那么所谓的那个劳力 劳力其实是人 那是我们的生命 那么这个生命 劳动力了 那么变成了就是一个商品 那么所谓的货币 更是一种虚拟化的 那么什么叫货币 那么货币了一种符号 一种国家 那么来进行的一种 一个操控的一种符号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整个经济了 是完全是依靠了 这个社会的制度 和国家的这个制度构建的 那么所以你不能就是认为 就是说经济的话 好像一种可以高高 在上超越这个社会 超越这个国家的 当然不是 因为经济体系 是建立在这个国家 建立在这个社会制度之上的 那么所以卡尔波兰尼就讲到 市场经济的发生 不是像这些所谓的 这些自由主义者说的 那么是完全是一种 spontaneous order 这种自发性的一种秩序 或者是一种神力的 这种奇迹 而是由英国国会 通过非常漫长的努力 通过立法 那么通过这些 就是权力镇压 包括通过对这种 贫穷人的收容法 等等来一步步的建立的 其实就说资本主义的建立 包括北京的这些资本主义的建立 它是用刺刀来 逐渐渐来建立的 而北京的刺刀的建立 是滴着血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张力 当然出现 但是怎么样来 缓解这种张力 当然就是资本主义体系 必须要受到社会的调控 那么社会对资本主义 它是一个反抗的功能的 那么所以现在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张力了 其实也是一种自然调控 一种反抗 因为如果像你说的 如果全部要保持 所谓的竞争的话 那你说 谁竞争性最强 谁就应该多得 但是纸皮的书里面 想得很清楚 那你这个Amazon 你所有的雇佣的工人 他们的义务教育 如果他们不读大学 至少读了高中 12年的义务教育 是随处的钱 是纳税人的钱 那么所有的公路的体系 运输体系 是随处的钱建立的 是你Amazon建的机场 建的公路 建的桥梁吗 不是的 是这个社会的纳税人建立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能够就是说 可以就是那个认为 Amazon因为它竞争性强 所以它可以不用交 一分钱的公司税 那么像那个就是 苹果那个手机也这样的 它通过公司结构的构架 把它的公司的总部 是办在就是爱尔兰的 那么怎么可以就是说 来了一个就是认为 他们不用交这个公司所得税 或者就是说 他们交的税 就像那个川普一样的 那么他的几年的交的税 个人所得税 那么只有就是 那个750美元 那么比我们这些在座的 都交的要低得多 我都是他的十几倍 那所以这些东西 是不可以 就是认为是正常的 不管是你以什么民意 那么什么竞争的民意 他们是聪明 他们是有就是竞争力 那么这些呢 就是对整个社会 对人性的那种伤害 那么我最后就想讲一个 一个非常直白的一个道理 就是当你那个 我想讲这本书 就是叫那个饥饿游戏 的Hunger Games 饥饿游戏 其实给小孩子看的书 但是我一直把它作为 大学教科书了 来给我的学生 那个看 因为我认为 就是这个作者 苏珊·Collings 培养了一代美国年轻人 他们具有抵抗 专制主义的这个抗体 其中它的两个道理 那么一个道理就在于 就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 最后是不是说 这个要靠竞争 最后把你的对手给杀害了以后了 你成为那个独占凹头的这个冠军 那你就赢了 可是在这个电影里边 那么无论是这个女孩子 Cartney和这个Peter 他们两个成为年轻的恋人 他们两个是爱慕对方的了 那么结果变成就说 你的最后的成功 是要杀害你最真爱的 那你的恋人 那么这样的话 你会成为一个冠军 那么对他们来说 那么冠军那么有什么价值呢 因为人性都没有了 那么他们最热爱的人都没有了 那么用那个就是非常肮脏的话 就说你就那个自己去 那个对你自己吧 那么虽然就说 你就把人性全都给那个消灭掉了 那么怎么可能还会有 这个社会的价值存在呢 所以最后Cartney和Peter 他们就反抗这个体系 而这个是一个什么体系呢 这个体系它最后存在的最高的价值 就是说我们的生存是为了生存 所以它这个整个格言是面包加马戏 整个国家 它的最后的生存目标就是为了生存 就是为了填饱温饱 就是那个吃饭肚皮政治 然后呢 整个政治家呢 要操控的就是把这个国家政治变成了马戏 那么其实中国 那个就是在这样做 美国今天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小丑 在把政治变成了马戏 而普通的老百姓呢 很多呢 其实在满足基本的温饱 那我觉得这种 那个就是人类的发展 难道是种文明进步 难道是我们所期盼的吗 难道是我们每一个人会幸福的吗 难道我们认为 就是说其他的世界上 有其他的人 很多人 或者我们社区的很多人 他们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 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然后他们的这种 那个像动物一样的生活 没有尊严 难道不是在伤害我们的人性吗 所以我对你 你查的就是所有的这个评论呢 我是完全的 我们是180度对立 对我学到紫皮的这个就是理工课的思维 所以我用180度来讲这个 好我们看下面还有那个谁 导播 谢导播 两位 两位 非常好 因为上次在提问的时候 不允许这个连续的提问 那我就分别请教两个问题 很简单 请教紫皮女士的是 在现在美国这个法律 社会环境下 如何抑制资本的这种野蛮竞争 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方案 比如说 是不是要对资本有一个 要要挣更多的税 等等 那么这样的方式 或者说 已经提出来的类似的方式 会使美国的这个经济形态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请教这个夏教授的 就是 我觉得政治理想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政治理想 当然有的人左 有的人右 各有这样的东西 我在想的就是 政治理想和政治底线之间的 这个关系 如果一部分人把 他们这一部分人的政治理想 作为要求别人的 一个底线 那么他会不会反过来 会导致这个政治理想的 走向反面呢 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可能 就是整个社会建立在认同上 是底线不断的提升 那么这样的认同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争取 更合理一些 两个问题 如果允许这种连续提问的话 请告诉我一下 那我就不关拜 如果允许的话 好 谢谢 谢谢这位微博先生 你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美国整个社会 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只能从我个人角度 说一下我的理解 首先说这个 这个就是资本越来越 就是这个 美国现在的所谓资本主义 是一种越来越失控的资本主义 这是有目共睹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实际上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从这个 里根其实就开始 由于政治的原因 由于全球化 由于技术化 是这个就变成 这种资本主义 变成一种大于吃小于的状态 然后越来垄断 越来越加剧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 超大企业 全球企业 越来越富裕 一个简单的数字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这个疫情之下 这Pandemic 美国从2月份到现在 这么长时间 美国这些 所有这些Billionaire家 起来 他们已经 已经 他们总共的财富增长 已经是100个Billion以上 100个Billion就是1000亿美元 但是同样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事业率在上升 美国落入贫穷的人口越来越多 这个问题 不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这个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一定程度 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个社会 需要会出现混乱 会崩溃 这个是不光是在资本中 我们先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混乱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东西 我们看到这个中东 我们经常说到中东 为什么这么混乱 很多人归因于他们的这个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极端 各种各样 还有这个当初苏联的干涉 这些人搞社会主义 这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 其实你如果真正去研究的话 会发现简单 比如说是伊朗革命 1970年代末的革命 还有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埃及 最后出现兄弟会这些 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以后 他们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不稳定的社会 所以对于美国来也是同样的 然后刚才说到 就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资本越来越失控 资本越来越集中 贫富分化越来越远近这种问题 实际上从技术上来讲 有很多措施 比如说刚才这个美国先生提到的加税 加税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大概说美国刚才夏明教授也谈到这个问题 说很多人说美国现在越来越左右 尤其是一些并不知情的 比如说华人的这些政治评论家 关心政治 其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这个罗斯福时期 美国最高的税率高达是 我不知道这确切是接近于50%以上 这个绝对没问题 甚至于到70% 这种现在我们的税率远远比这个低 而且这个税法不光是用税率来标志 我们知道吗 这个我们要考虑实际的税率 美国世界上最富的人 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主人贝索斯 他们亚马逊实际上是 他一分钱税都不交 相反的是国家还要给他这个tax credit 我们刚才知道说川普十年只交两次税 一交交750 他们犯法没有看不出来的犯法 目前川普可能是吧 至少亚马逊没有犯法 为什么 因为这个税率税法是谁写的 政治家就说这个政府写的 然后刚才就说政府是谁来管的呢 政府很大程度上是这些 这些富有的阶级 他来决定说你们做什么 他上就是很大的影响力吧 你们做什么怎么写税法 所以这个结果来说呢 我们美国就是最富的人 实际上他们的实际税率可能是最小 那个我们这些中产阶级呢 实际上实际税率并不小 而且实际上那个交的税不少 但是到了收益很少 然后至于说美国这些穷人 说实在的你要是收他们的税 你也收不了 美国有40%的人家里存款不到400块钱 你到底收什么税 根本收不了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这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刚才说怎么改变 怎么征富人的税呢 其实有一个建议就是征这个财产税 不是收入税 就是我们现在美国只征的叫收入税 就是我一年收了多少钱 然后按照不同百分比来收 但这种问题呢 如果考虑这样的话 他们富人上根本收不到多少税 他们富人是不领工资的 对吧 他们只是他们的钱就是在他们的一个股票里头 他们股票涨 涨了以后呢 他并不只要他不卖 他就没有这个收入 他用有一千种避税的办法 所以他们通常交很少的税 唯一可以向富人征税的一个有效方法 就是收这个财产税 在去年 那个美国民主党初选的时候 党内初选的时候呢 美国民主党就有一个两个代表人物 这些参与初选 一个是这个伯尼桑德斯 还有一个就是沃伦 Elizabeth Warren 沃伦就提出了说 我在对这些十亿富翁 他说我们要挣他的财产水 挣2% 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 他们财产增长率 增2%并不会消减他财产 只是他增长要减半 但是遭到了这个巨大的反对 说其中反对的人 还不光是这美国右翼 我当时记得就是这个 这个那个 很多很多的这个亿万富翁 都出来反对 包括这个微软的原总裁 Bill Gates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人道活动家 对他的口碑很好 但是他我当时记得 我非常非常失望 他说如果沃伦赢得美国出选 那我不能保证投他票 野外之音就是我宁可投川普 后来那个沃伦没有 慢慢的在民调下去了 Bernie Sanders又上了一阵 然后Bernie Sanders上 找到很多人剧烈的反对 我当时有一些就是华尔街的这种大富 找到这个民主党的这些领头人吧 像佩洛西 他说希望他能干涉 说让Bernie Sanders不要赢得初选 然后很多原来美国高盛的 以前的CEO 这个Flankford 他说就是公开宣承说 如果民主党选上了Bernie Sanders 那我就要去支持川普 结果待会我们都看到了 Bernie Sanders下去了 现在选上就是 两个人认为都比较能接受的 这个拜登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技术上 没有什么问题 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感动富人蛋糕的话 我们这个阻力是可想而知 但是从另外一面考虑 这个美国的贫富分化 已经到了 就是已经难以再平衡的地步 我可以这么说 美国其实川普为什么能上台 也就是美国这个社会问题的 一个爆发一个险路吧 所以对这个问题 我认为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还是个社会上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正对这个 有所限制改变美国 净权症的状态 改变这种野蛮的资本主义状态 那么需要是一个长期的活动 而且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进程 我只能这么说 然后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认为美国的希望 如果美国还想重申 还有希望的话 我们必须现在能够认真地考虑 就是美国这个进步派的 progressive的这些想法 就是说一些 我可能多数朋友都知道这个背景吧 美国我们现在认为两大党派 是一个共和党 一个民主党 这个进步派通常被认为是 民主党里头偏左翼的这方面 但是我们觉得 通常来说 我不会简单用左和右来区分 进步派和这个民主党 这些比较正宗 就是建制派 建制派通常我们叫它liber 他们是更强调 这个意识形态上自由化 比如说他们反对种族主义 就是反对对这个各种歧视 比如说对这个LGDP这些人的歧视 LGBT这些人的歧视 这个在这方面呢 进步派和自由派没有太大的区别 进步派有个很突出的特征 就是他们希望在这个经济上 有所改革 希望这个经济上 我们对资本主有所约束 希望在经济上 给予劳工阶层更多的 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对这个富人有所限制 这是进步派的特征 进步派现在比较 就是老一辈的 我们可以提到 这个是Bernie Sanders 这个是当之无愧的 然后新一代我们看到 这个一些很多是 新的政治家新的议员 就是我们华人很多人 对他极端反感的就是AOC 还有什么其他一些议员 他们就是我不知道这些反感的因素是什么 但是我怀疑很多人是作为一种人云亦云 好像别人美国这些 比如说是共和党和其他一些人 包括逊击一些民主党戒指派 认为他们太过火 然后甚至然后给他们扣上 说你们搞社会主义 甚至有人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给他扣在 就是把他们污名化 然后我们很多华人就跟着说 我们怎么能搞社会主义 怎么能搞共产主义呢 然后这个AOC这种一定要铲除掉 这都是要把美国影像灾难的 但是我对这些人的建议呢 就是你应该仔细看一看 AOC到底在倡导什么 进步派倡导什么 然后再等出结论 好吧 谢谢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对 因为刚才直平女士她讲的东西 不仅是一种意见 因为意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 但是就是一种知识 是需要有很多的事实和逻辑来支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这个书 当然我就指出一点 就是因为公司税了 川普下面把公司税 从应该是我记得数据 是从34%减到22% 如果我数据没记错的话 这里边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整个发达国家 它的税率大概就是从22%到37%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从一个比较高的税率的国家 一下变到了一个最低的税率国家 基本上跟就是爱尔兰 大概在同一个起跑线了 但是美国它的许多的竞争力 那么其实是比爱尔兰要高得多 所以它不应该是以公司税率了 变成打底的来获得竞争力 因为美国的很多竞争是来自于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生产的基础设施 还有科研的能力 还有人才劳动力的质量等等 那么虽然美国应该是有自信了 就是说即使把公司的税率降到 比如说28%或者30% 那么美国的竞争力也是全世界都会非常强的 所以这点呢我们呢不必就是一定要走到极端 就是也不必了就是说 当考虑解决问题的时候 一定就是说要走向 要么是中国要么是美国 要么是37% 要么是20% 它不是这样的 那么其实里面有很多的 那个就是哪些是比较好的 哪些是更好的 那么各种选择 所以这是我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呢我想那个指出一点呢 就在我们的整个论述的这个过程中 就像刚才韦伯问的 这个到底是你要把你的这个理想 变成这个政治底线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反而会出问题 那么什么叫把理想变成一种政治底线 那么这里边呢有几个因素 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边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们是一个社会的人 不可能一个单独一个人生活 因为我们的生活必须要至少两个人以上 必须要两个人以上要生 生命要延续 那么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家庭为单位 这个家庭为单位呢 必须要有社会分工 那么必须要有大规模的这个合作 那么所以的话呢 整个人的社会性和人的政治性呢 使得我们呢必须的做很多事情呢 要在个人跟家庭跟群体跟社会呢 要有一种良性的平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许多的那个就是政治理念呢 不是说这个是一种完全空中楼阁的 乌托邦式的理想 就像我刚才说不要走极端 因为刚才紫皮女士也提到就是 罗斯福那个新增的那个税率 那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大家喜欢 那个去那个参观罗斯福的那个家园的话呢 罗斯福的总统图书馆 那个海德帕克 那么旁边呢就有一个 范德比尔特的一个那个别墅一个庄园 那么范德比尔特呢 是我们斯顿岛呢 贡献的一个那个就是百万富翁呢 那么在那个美国杜金时代 因为他是垄断了我们这个岛上的这个航运码头 那么跟黑社会呢 其实才有点关系 最后呢投资到这个航运 而我们知道航运的话呢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就是等于今天的这个硅谷 那么所以呢他就发了一大笔财 那么他在那个逝世以后呢 那么他的这个家族 那么就有继承了庞大的这个就是财产 那么财产呢就是要周很重的税 那么所以了那个范德比尔特他的家人 因为范德比尔特他自己没有侄女 他的家人 那么就要去找他们的邻居 就是罗斯福总统说 怎么办 我怎么能解决 那么罗斯福总统说那很简单呢 那么就是你就把这个房子 全捐给联邦政府 然后呢你中间里边的房子的 所有的这些财富 你可以把它拿走 我不要你争税 就是你把这个房子 卖给联邦政府一块钱 所以我们今天参观的 美国的国家公园 范德比尔特这个mansion 那么就是由联邦政府 有一块钱买的 那么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在这种对财富的 进行调剂的过程中 美国历史上是有很多的先例的 那么从罗斯福总统 甚至罗斯福的 他的那个就是叔叔 西奥多罗斯福 那么还有更激进的 这种对财富了进行管制的 各种那个措施 所以在美国今天呢 如果你把美国 跟就是所有的欧洲 发达国家相比 那么美国呢是一个 最就是没有那个管制的 也是刚才紫皮女士讲到的 美国这种放任的 unfitted capitalism 那么无拘无束的 这个资本主义呢 其实在西方国家呢 其实是某一种极端的 这种某种极端 其实是在伤害美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他这种完全没有管制的资本主义 首先美国没有全民医保 美国没有全民医保 结果就使得美国的企业 其实丧失了部分的这个竞争力 而美国要有这个竞争力的话 结果就使得那个就是亚马逊呢 结果变成了一个非常残酷的 对把人变成机器 要那个就是机器最后在那个替代人的 这么一种那个残酷的一种竞争方式 那么也是因为美国没有全民的 这个医疗保险体系 所以美国这次新冠疫情呢 是全世界的重中之重 那么所有其他的西方国家 如果有全民医保的话呢 那么他们往往可以避免 我们今天那个陷入的 那个非常深重的灾难 那所有这些东西的话呢 那如果你用个最基本的 一个投入产出的那个运算 同时如果你懂一些基本的 那个经济学的道理 那么就是有种规模效应去做的话呢 反而更能节约这个成本 因为单价更低 所以的话呢 当美国的医疗费用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时候 美国的医疗保险 那个在全世界 那个已经是最高的时候 但是呢美国 现在还有几千万人呢 根本就没有医疗保险 而美国的现在的那个右翼 或者川普 还要想把奥巴马的 那个就是 America Affordable Care Act 要把他给那个摧毁 但是他摧毁了四年 还没有摧毁 但是还有很多人呢 认为了要让这么两千万人呢 全部被扔出保险 那所以我觉得呢 这里边呢 所谓的理想 变成了一个底线的话呢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 确确实实应该让人民呢 让这个就是社区里面的成员呢 应该提高一点点底线 如果我们的底线永不提高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还会说 中国的做法一切都是对的 那么马云的那个996那个制度也是对的 那么就是说 很多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对在国内 那个就是残留的一些 对子女或者是家庭里面 家暴 或者是那个掌权的男性 对自己的雇员 对自己的女下属 那么进行的各种新庆的话呢 那也全都自然的了 因为你不要把这个理想了 那个去变成别人的底线 如果我们底线都没法提升的话呢 那就没有人类的进步 对导播 我们看 还有 对 谢谢 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很棒 谢谢夏教授 谢谢那个我们的子安 紫皮女士那个讲 但是因为说 问题太多 有一下子的话就很难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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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年纪又大了 就是说前言有的时候不大后 但是我还是想 夏明教授 非常尊重的 但是我有些细节的问题 我实际上是顺着你挑战一下 那个Vanderburg那个洞 不光是个房产 我还在那边看到 他的许多的家具 和他的唐三彩难道 也是一块钱 给了美国政府 然后就说 你就给我免掉我这个豪宅的税 然后开放给美国的民众 穿关 我这个挑战以下实际上也是 从一个方面 就说了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谈现实的问题 实际上和紫皮女士也是有关 就是说到 就是说 说一个虚的问题 就是说 社会和股份公司 社会我们民主 一人一票 好像我是在美国 说美国不说中国 就是说基本的 但是一个股份公司 那是一鼓一跳 还是要做到 所有的老百姓 都要来投一票 我相信在一个 自由竞争的 那个 所谓不是那个 专制的社会下 它早早晚晚会 会有 得出一个比较平衡的结果的 我不愿意 拿美国的 我不是不愿意 不应该把美国的 阿玛上的 雇员和中国的 京东和 马云的公司 996去比较 甚至我告诉你 就是像欧博这样的 他们愿意 成为一个contract 他们认为一个contract 他们既有自由 又能挣钱 他 你就锁定 要一个给他们一个 什么保险 保险确实如此 应该是全民保险 什么叫保险 不是说你没有病 你年轻 你就不用保险 不用在公司里面 扣这个钱 去保险 而到了你有了 病了 你年纪大了 你才去投保 这个是不对的 我赞成 就是说 但是这个里面 还是美国有美国的问题 有许多问题 就把概念就给混了 混了 我本来要像在另外平台上 谈一点什么 法律和宗教的关系 法律和政治的关系 现在我认为在这个平台上 跟你们讲就没这个意思 而且我们的听众也应该明白 对不对 法律和政治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又不一样 法律和宗教 那就是说你 像明教授说的 就还有就是说 理想和目标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实现你的理想和实现你的目标 你的手段 你的process 你的方式方法 又是怎么一回事情 所以所以说 但是我想刚才没听了 就也没看过紫皮 女士的那个书 她说了一个process和一个什么东西的 对立东西的话 我倒是 状态和过程 状态 状态 我小时候是学了共产主义的 就是说 反杜林问 恩格斯说 杜林说 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目标是未不足道的 然后来批判他一下 然后我到了美国知道 一个目标和理想是不一样的 理想你要追求的 终极的真理 你可能永远达不到 但是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目标可以是不同的 你具体可以达到的 但是即使要追求这个理想 达到这个目标 你的手段 你的方式 不能说我以宗教上帝的名义 我以宗教的名义 我以真理的名义 我以革命的名义 我可以做出什么 下三案的手段 所以说这个许多是一个 那个问题 但是我想我一提 你们两位老师一定会 会明白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 在一起讨论的听众 大家也能够至少 要会比我更聪明 不像我这样 还会那么纠结 好不好 暂时就说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同意那个就是 陆先生的好多的说法 对 没有什么回应 不知道指评 你是有没有 如果没有 我们问下面的问题 你没有开 你没有开那个 就是你现在是经验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是我 我评论一下 刚才这个陆先生 这些说法呢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也理解他想说什么 我说一点吧 刚才也是陆先生提到 这个Amazon 这件事情 然后他 就说到 另外一个观点 他就说到 需要达到一种平衡 这个我同意 刚才我们两位 一些朋友提到 说理想和现实 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吧 我 因为也许可能是 跟我学理工科 我是理工科 出身的有关系 我对这个理想 这个掌握不太好 我平常说话的话 很不太愿意用这个词 我想把 索迪欠的 用一个简单的说 就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我们说到这个 美国这些经济 刚才说到资本主义 对这这个 我对这些 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反对呢 当然有时从 人道的角度考虑 从个人的 我们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人性的社会 有这个因素 但是如果仅仅从 这个现实的角度 就是我们一个社会 什么要叫一个好的社会 好的社会就是最大化 所有人的快乐的总和 最大化所有人的利益 对吧 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呢 发展经济就是说 让最后综合来说 有的人付的更多 有的人少付一点 但总的来说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是 总 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在增加 这是我们 大家大概都能公认的 说如果有的人 一个社会 当时我报复 靠抢别人报复 那我 我比如说有的 我多了一百块钱 但是我把一个穷人 一百块钱抢走了 我成了我有钱 但是这个穷人 丢了一百块钱 他就饿死了 谁也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对吧 所以我认为 这个贫富分化的结果呢 实际上是阻碍整个社会 为什么我说阻碍整个社会呢 是这样的 人 我们要希望社会发展 是要整个社会的效率 再提高 包括 如果社会效率 就是包括所有人的 劳动者的效率 再提高 我们刚才说的Amazon Amazon其实如果 我们读一下很多东西 我觉得 可能不像中国那么残忍吧 但是Amazon很多地方 你们可以看那些报道 Amazon它在那个库房生产线上 说很多人 没有时间去上厕所 他不敢去 所以就搞一个瓶子 就是用瓶子来代替 因为他们 他们每一个动作 都是自动监控的 说你一天只有八小时 只有十分钟可以闲逛 然后就闲逛时间上 包括你喝水上厕所 各种这样的 但是我说可能不是十分钟吧 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一个不能想象的时间 我们上班都知道 我一天上班的 不管是现在在家工作 还是上班的时候 闲逛的时间就是多了去了 很多时间 但你想象一下 我们这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一天八小时 都随时在被监控 然后说只有一个短暂时间 上厕所要跑了去 喝水要飞快的喝 你第一 你感到自己 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效率 就是我 我感到我一个人 不是被人来对待的 所以 这会造成你身体上的问题 其他的方面的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 有大批的人 是处在这种工作状态下 我们认为这个社会是 压抑的才能 压抑的幸福 终究它会是一个 不会再进步的 不会再进步的社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像刚才夏明孝说也讲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全民医保 医保不能保障的话 说我们的医保 必须跟那个工作联系起来 这样的话 像是一个压抑人 创造力的地方 因为比如说像我现在吧 没有什么原因 我第一 我不敢辞掉我的工作 我哪怕觉得 另外一个工作 对我更有诱惑力 更有 更能发抑我的财力 我是不敢的 因为我辞掉这工作以后 我不光没有收入 我医保也没有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就是像 有点像我们 中国以前的国营企业说 我一旦找到个铁饭码 我不敢动 但是美国其实 没有那么严重 但实际上是一个 每个人被拘束的 这种状态下 我们并不认为 对整个社会有利 所以呢 我只是从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考虑 贫富分化到一定程度 是对社会整个的摧毁 包括对这个经济增长的摧毁 我们其实很快就可以看到 这个到一定程度 我们发现这个美国的竞争力 和整个创造力呢 在逐渐的下降 美国的风华最贯汇的时候 实际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看到这个 我们的苹果 这些 什么Google啊 苹果啊 微软啊 实际上都是那个时代的结果 而且我还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 离不开科学的发展 但是一个 作为一个国家 科学的发展 是需要政府来帮助的 是需要大家家协同 因为科学本身 它并不完全创 马上创造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 政府的资助 和整个社会资助 科学才能发展 然后下一步才技术的发展 如果美国变成了 极端自私的社会 所有的富人 只发展自己的公司 大家不去投资教育 投资科学 它会很快枯竭 这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理想的现实 没有矛盾 一个极端残酷的社会 非人间的社会 最后一定会变成 社会分裂和经济 最后经济消沉的社会 这是我的看法 对 导播 我们争取能够 在十分钟左右结束好吗 我们在十一点钟 一定结束 因为非常晚了 我觉得非常对不起 子评女士 看看 还有发言 对 简短点 我们争取结束 对 好 你好 两位好 夏教授好 季徐女士好 既然我只有一分钟 我就第一 先用半分钟的时间 一半时间 来表示一下 对两位的感谢 那么特别是 子评女士 其实我 你那个书我没有看 但是你在之前 几乎在微信上 发的所有文章 我都看过 而且 我就是 非常欣赏 你的文章 很多时候觉得 就觉得 你说出了我 所有想说的话 介绍 把你的文章 介绍给我的 应该是你 北大的诗歌 他就说 说这个文章 特别好 然后 他也是无理系的 所以呢 已经 我觉得已经 有好几年了 所以呢 今天 也用这个机会呢 向你表示感谢 和表示欣赏 然后呢 夏教授 我已经 因为我已经 连着来了很多次了 现在几乎 每个星期五 我都会非常 looking forward 来听这个讲座 然后也学到 非常多东西 所以对两位的 观点 我是非常赞同的 那我在 利用剩下的时间 稍微 想说一个 跟今天讲座 不是直接相关的问题 就是我想 利用这个机会 跟两位沟通一点的 就是我觉得 现在我看到 一种现象 就是现在拜登 这个 赢得大选 这个几乎已经是 不会再改变的事实了 所以那么在 在这个华人圈里呢 就产生了一种现象 就是 支持拜登的就 说的有点不好听 就是比较得意 那其实我是很 不希望看到 这种现象的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我们去学习民主 但是 但是现在就是 支持川普的 我们就不用说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就是 我认为 现在其实这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就是 就是展示给大家 就是支持拜登的人 不是 我们并不是说 去压保 我们是有理念 像两位一样 那么在目前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 展示一种 展示一种理想 展示一种情怀 同时也是展示一种 文明的 就是 对待别人 对待自己 不同意见的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 我不希望两位 有什么回答 就是我 就是希望 通过这件 通过这个机会 跟两位沟通一下 这个事情 谢谢 非常赞同 对 OK OK thank you Professor Xia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I just want to utilize your take advantage of you Professor Xia and only because of your short time so I try to cut off my points so I still would like to focus on the globalization which Professor Xia you raised long long time ago at least a few months ago which is my point as well and I think globalization really hasn't started the real facts come out but it's so impacted society on this election 99% of the wealth increase concentrated 1% of the population so occupied Wall Street that moment years ago and then really raised the attention to the academic politician and people like me I definitely oh I forgot the two points I 100% agree with you towards the Richard the first speaker yeah it's it's wrong it's inhuman such an opinion secondly I do support because I'm living in Australia so I do support a public Medicare it's absolutely no issue at all now back to the to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imbalanced so capitalist society do need wealth redistribution system reformed how urgent it's really urgent because it's more to come mainly we'll concentrate on a street area which yet to booming one's 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ond new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if that area coming in fossil fuel get rid of all the resources from nature there's no cost so how many jobs will lose the third one the biotech if a gene technology increase it will prolong people's life so if we say 30% of current health system will disappear we don't need so many doctors we don't need so many nurses we don't need AR all mixed so more jobs will lose so me and Mr. Weber we talk a lot in this area so wealth redistribution needs to be considered so the direction I put in two of you including the guests one is technology we say Silicon Valley the second one is Wall Street and they have one common it's virtual so my idea because my conclusion is how about we have in the future a sort of virtual capital or virtual technology tax but has to be legislation based the reason I put it back behind is you look third wav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at what results results at GST consumer tax that will be free the government to generate more tax results to look after those being disadvantaged so the whole not just American American always advance the technology increase virtual capital increase we will have so many disadvantaged marginalized the group of social people so we do need to look after those people so tax only the format can look after them that's my thing another very big improvement in the western now the China also followed us the evil communist system learned from us is super annulation that's put a huge social welfare system to privatized to capitalized go to the equity market super annulation so this two hi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consider a new tax format so that's all my very short say the such things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 too very very good program very inspiring me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okay 我想 说的是吧 首先说 那个 我表明一下 态度的话 就这样能少 避免一些什么 就是说 我是 我是绝对 不希望那个 川普能当选的 好 这句话说完之后 我觉得现在 美国社会的 这个问题 不是说 只是 共和党 有 有什么 问题 我觉得是 两派都有 问题 而且是 两派的 就是 两党的 两个极端 把各自的党派 都给 绑架了 就这 紫平女士 她的意思 好像 我从她的 那个话里边 我能听出来 她是 简单的说吧 就是属于 极左的 这一类 她可能不喜欢 这种说法 但是呢 就是 我觉得是 但是 我 赞同 那些观点 或者说 我并不反对 那些观点 我只是说 美国现在 这些极左派 他们的 做法 反而让自己的 想达到的 目的呢 就是 反而就是 损坏了 自己想达到的 目的 这个 这件事情 我前两天 和一较纳鹏的 一位先生 打着谈 他好像也是 就是非常 就是 左派吧 可以说是 反而我 我说 这就是 太极端了之后 你达不到 目的 但他的观点 就说 我们要去试 我们要去试 可以 其实你从 这次的选举 你就可以看出来 除了 那个 拜登是赢了 今天看的 今天的结果 恨不得说 赢了700万张票 比川普 多700万张票 但是 除了总统以外 共和党输的是 一塌糊涂 是什么意思 是说 美国这个社会 他是不希望 左的 他更倾向于 共和党的理念 其实最 也就是最近 奥巴马都看不过的 都出来说 你喊那些 什么地方的 police 这种口号的话 他的意思 也是这样 他反而会让 你的目的 不能达到 左派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右派 有右派的问题 不说 因为今天说的 就是左派 那话 那就说左派 我觉得 就是 你还有 你像那个 叫什么 那个 A 什么 AOC AOC OK 有一个最具体的东西 就是说 那个Amazon 本来要在纽约 因为一个city 开一个 开一个 很大的一个 开一个办公室 反正还是个什么 他就给 他就给搅黄了 I don't know why 他自己最后的解释 都解释了 稀里糊涂的 他说 他说 我们为那个纽约 纽约市政府 省了 省了多少多少钱 那都是胡说八道的 他是纽约政府说 你来我这开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就是你来我这开公司 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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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这个办公室的话 我多少年 现在我给你 那个 tax credit 大概能为你省 多少钱 然后 这个 这位 这位女士 他就把他说成是 就是其实我相信 他也是知道 他只是最后 他在为自己 找借口 这个东西就是你最终 在民主的体制里边 最后失去选票的 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不论你的那个理念 是多么的高尚 没有用 就是说你最后 你没有办法 我那天跟大鹏说的 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看共和党怎么样 共和党能够把事情做 共和党 奥巴马上台 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奥巴马的那个医疗法案 那你看 那你看共和党川普三个 三个对那个什么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然后还把税减了 complain没有用 想办法把事情做了 但是 就是因为太极左的一些 就是可以说是很先进的一些 观念会把人吓跑 你就说同性恋 同性恋可以结婚 这个事情可以吗 我不反对 但是你要是往前 push的太多的话 会让人 就说会让会丢失选票 为什么不走中间一条路 说OK不要结婚 就是我给你一个什么 union certificate 然后呢 有所有的benefit 可以不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一路走到底 这就是 这就是民主说不定 你最后是 最后你达不到达到目的吧 我就是说这样 我只是 但我想说的 就是说并不是我反对这些理念 我只是说反对 这种做法 极端做 还有一个 对 我们能不能简单点了 我们因为我想那个 我们早点结束了 因为现在已经非常晚了 OK 还有一个把疫情全部 说成是川普的错 是不公平 我知道他有很大的错 但他全部说成他 他错是不公平 美国抗疫 没有多少效益 是因为他这个体制 是这个国家的体制 中国的有效 也是因为他的体制 就是这个 这个你让 你让那个拜登上来都是一样 好 行 好 那个我们看 这个问题我可以评论一下吗 对你评论 好 好 刚才这个沙拉克先生 首先第二个观点说 把疫情全部归 都归结于川普 是不公平的 不说公平不公平吧 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 刚才我和夏明都说了 我不认为这些 整个这些事情 都是川普的错 对吧 这是一个客观 事实川普有责任 但是并不 他并不是百分之百 得过他的责任 然后刚才说 这个民主党这回 民主党并没有输的一塌糊涂 民主党现在还是在 众议院还是多数 参议院我们要看 一月份的选情 然后呢 我们民主党赢了总统 总的来说 民主党这回是胜了 没有输了 刚才说 说到这个AOC 不讨论这个AOC的 先不讨论AOC的观点 AOC这回赢了 AOC赢了民主党初选 当然也赢了 最后赢了参议院 华尔街花了几百个million 就是多少亿做广告 想把它选掉 因为AOC的政策 首先跟那个华尔街的利益不符 AOC在纽约 所以他们花了很多钱 要把它选掉 没有AOC就会赢了 而且比上次 她是个新议员 2018年当选上 她比上次的赢面还大 还有就是他们叫 英文叫Squad 然后我们中国人 华人有用一个贬义的词 叫四人帮 就是四个女议员 进步派次议员 AOC欧马 是明尼苏达的欧马 还有这个Michigan的Tulib 是一个美籍的这个有穆斯林 还有这两位穆斯林 他是美籍的那个巴勒斯坦人 还有一位黑人 就是四个Squad 他们这次都赢了 然后都是比18年的选 赢面还大 我想提一句 这个奥马是一个 索马里的移民 他是 还是个穆斯林 然后是被 被这些非常 右翼 还有很多人非常仇恨的一个人 他们尤其是 一些就是 比较 以色列比较赞成的人 他们花了很多钱去给他的对方 也是说 比他本身的募捐更多 想在初选时候把他选掉 没有 他赢了比这个海 就是赢面还大 所以我们说 是这个进步派让民主党落选 这个显然是没有事实可以支持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所有民主党在初选 议员就这次选举中 所有支持这个 Medicare for all的这个 左派理念的人 他们都赢了 另外还有一个是 Fox News 他做了一个民调 就是有多少人支持政府的医保 实际上就是比 Medicare for all 更就是像 更 字面上更左倾的一个话 美国是70%的选民支持这个 他们未必一直要去真正投票 比如说投Bernie Sanders 他们可能说没有去投 因为种种原因吧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政策上 美国多数人都支持 进步派的经济政策 佛罗里达他们这次在大选中有一个 是不是支持百分把基本工资 最低工资提高到15元每小时 佛罗里达现在是个红种 他这个进步派的法案通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结论在经济上 我看不出来任何就进步派 是不受欢迎的 至于在一个政治上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police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 就是没有数据 比方说多顺制度 也还反对它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我至少想说一个 就是这个进步派 现在如果说成进步派 让民主党失掉选票 对不造的大多数反对 把所有人吓不好 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好 导播 我们看现在还没 下面还有多少 好 好 那好极了 那好极了 那那个就是谢谢那个子萍女士 今天很高兴 我们有三个小时 我真的不好意思让你这么 哪里非常感情 对 谢谢你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你这个书了 确实应该让更多 更多的人读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质疑 各种的就是社会现象 当然最重要的是去找到真理 那个对 请你那个给大家说点句 是 今天我那个感到非常荣幸 第一个就是能和那个夏明教授讨论 这个夏明教授是那个慕名已久 但是今天呢我还是真的感到非常surprise的 就是夏明教授这些发言呢 他既深刻也非常有条理 而且说的是 就是就是明白已懂 让我受益匪浅吧 首先谢谢夏明教授 邀请感到很荣幸 而且我今天那个受益匪浅 学了很多东西 然后另外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参加 跟我们在一起那个度过三个小时 我感到非常荣幸 在IG 谢谢朋友们 那个 对我这个书感兴趣 对我们的发言 对我们的发言感兴趣 然后从你们的问题和评论中呢 我其实也学到很多东西 非常感谢 希望有机会在一起讨论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也谢谢导播 好 再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